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欢迎参加由经济部国际贸易署及外贸协会主办的 美国交通市场现况及降低通膨法案说明会 现在我们请今天的主办单位 外贸协会行销专案处李文臻处长来为大家致辞 欢迎李处长 我们今天的讲师 美商Metropia公司创办人跟CEO邱宇章博士 还有在座各位企业先进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首先仅代表主办单位外贸协会 欢迎各位来参与这次的说明会的活动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美国智慧交通市场的发展跟趋势 也了解美国基础建设和就业法案 IIJA还有这个降通膨法案 这个IRA呢这两个法案的内容 还有它带来的影响跟潜在的商机 那美国呢从2021年开始呢 它通过了这个基建法 这个基建法就我了解是很大的一笔钱 一兆一兆多 如果就投入在交通的基础建设方面 大概也应该也有超过一千亿美元 那积极的投入像充电桩 电动车啊 智慧交通管理系统等等 那这里我就想到大家可能也有看到新闻 就是美国在今年应该是八月的时候 就是旧金山啊 就开放好像就是合法 这个无人的驾驶的计程车 就可以这个到处路上跑 那虽然好像 好像没多久就出包了 又有一些争议跟状况 可是呢 你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就是 它象征了美国 美国政府跟社会 其实它对于创新 还有试错 它是鼓励跟包容的 所以这个国家呢 其实就是充满了这个前进的这个动力 那我们在想说 其实刚才这两个法案呢 它都会牵扯到 跟我们的电动车业者 然后再生能源 还有这个自通讯的相关业者 都是非常的有相关 那我们认为说 如果说我们再了解一下 当地的相关的游戏规则 找到对的合作伴 那我们应该是有机会 争取到当地的 不管是政府采购 或是跟当地业者的一些合作商机 那另外我刚才提到的这个IRA的部分 就是降通膨的部分 它是在去年八月的时候 也是拜登政府签署 那还是四千 四千多亿美金 那当然这里面也是 也包含很多了 可是里面有接受到 绿能 然后医疗保健 等等的 那譬如说 这里面就有 它对于购买电动车 就可以得到补助 等一下我们的讲者 可能会做详细的说明 好像是 买电动车 好像是可以补助到 七千五百块美金之多 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 那当然 它这个里面 非常一个重要点 就是说 它就希望你来美国制造 那这就牵扯到 就是说将来 可能慢慢的也要在地化 然后怎么样跟 跟在地的伙伴来合作 投资 那当然我们今天 就很荣幸的 我们就有邀请到这个 邱一璋博士 从美国远道而来 那邱博士呢 他毕业于台大的土木系 教大运输所 然后呢 也拿到德州奥斯丁 交通工程博士 应该也是算学霸 然后学霸以后呢 这个我刚才在跟他聊天讲说 十几年前呢 这个学校说 你应该要出去闯一闯 就是Spin-Off的这个公司 Metropia 然后呢 把它真正的去 应到商业应用 光说不练没有用 所以他真的就练了 而且呢 他也练出了一个功夫出来 他们公司的交通行动服务 叫做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 在美国好几周 都有在用他的 而且真的很成功地改善了 那个交通的拥塞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也非常谢谢 他也一直电 电机的故乡台湾 对不对 特别过来跟我们分享 他在美国的这个发展经验 还有我们相信他对美国智慧交通市场 也有很深刻的洞见 然后可以给我们带来 让我们有很大的收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场了 还会有一个讲师呢 就是资程的税务咨询顾问公司的一个蔡宜欣 董事也是他也是会计师 那他也是学霸台大会计系毕业 然后在南加大的商业硕士 然后也取得了加州的这个会计师的执照 那可以想象他对于台美双边的这个税务呢 也是非常的了解 那他也会来跟我们解说这个刚才讲的这个降通膨法案呢 对我们的影响 还有对这个台湾业者呢 那如果透过IRA来取得一些相关的这个补助 那今天另外还有两个讲者 他是都是美国人 那他们就不刻前来亲自前来 可是呢 特别为我们录影了 这两位专家 一个是美国智慧运输协会 ITS America 他公共政策跟政府事务的副总裁 Timothy Drake 这位先生其实在去年11月的时候 我也有遇过他 因为去年冒协在美国华盛顿 有办一个叫做 美国台湾形象展 然后我们在这个形象展 除了有展出以外 我们也办了一个EV论坛 那时候我们也有找Mr. Drake 来救EV市场 还有未来的发展做一个说明 另外呢 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美国讲者 线上是叫美国SAFE 智库创办人 他的CEO叫Robin Diamond 那这个SAFE呢 这个智库 他是在能源跟交通安全的领域 他提倡就是国家安全 还有经济发展这个角度 那我相信就是 美国现在呢 也非常注重这个 Security这个issue 那交通本身有两层 Security的层面 然后一个交通本来就是要安全 Safety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有关于可能资讯在传递方面的安全 还有整个供应链的安全的相关的 那我们有另外这位讲师 这边呢 我也要向各位在额外的说明 就是冒险每一年 10月份我们都会办一个美国商机日 那美国商机日呢 通常就会有美国很多州政府的 可能是州长 副州长 还有带团来台湾 就是呢 带着他们的业者 就是希望跟 我们台湾的厂商呢 来做进一步的 投资啊 或是贸易方面的合作 那其中呢 有一个重要的项目 也是智慧交通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冒邪行销专案处 就是我这个处 我们自己呢 每一年也都会组团 到美国去 去办一些参访的活动 譬如说2022年 我们就有组团参加美国智慧交通年会跟展览会 那今年的话呢 是我们有一个同仁Kelly呢 就是去参加美国大众运输展 APTA Expo 是在欧兰德 然后我们就是希望说 促成企业呢 直接在美国能够接触到 这个 他的这个潜在的合作伙伴 那明年4月 我们也预计 在4月前往 美国西部呢 各地 那针对安全科技 还有相关垂直的整个应用 网通交通 房灾等相关产业 来寻找这个合作 那未来这些资讯呢 也都会发布在 我们有一个叫 台湾经贸网的活动会上面 那其实各位已经 如果有留有资讯的话 我们都可以把相关的资讯 发给各位 那最后呢 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 那我们相信呢 今天的说明会呢 在我们有这个 重磅级的讲师说明下 大家应该会有所收获 然后呢 我们也会有QA的时间 那后续 像美国的两位讲者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交给我们的承办人员呢 我们后续呢 也会发送给他们 然后来回答你们相关的问题 那也 我们这个蔡董事呢 也到了 那谢谢你来这个 支持我们的场子 好就这样 谢谢 那现在即将进行 我们的第一场的演讲 由这个美国 ITS America 社会运输协会 公共政策与 政府事务部副总裁 Timothy Drake 来主讲 那这次 Mr.Timothy Drake 很遗憾 没有办法 抽身飞来台湾 所以说 改用线上方式 进行演讲 Hello My name is Tim Drake and I'm the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ment Affairs here at ITS America and I want to thank the Taiwan Trade Center for inviting me here to talk with you all about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TS America is 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that are focused on advancing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on to save lives improve mobility promote sustainability and increase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in short making our transportation system safer greener and smarter for all we represent stakeholders across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ncluding state county and city departments of transportation 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s transit agencies automotive manufacturers and tier one suppliers technology companies ranging from large like Microsoft Cisco and Qualcomm to small startups engineering firms and research universities I titled today's presentation the deploy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novation because I want to focus today on how we can actually achieve deployment of these promising technologies ITS technology's state of play the 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industry is facing enormous change and as it seeks to adapt to a variety of transportation innovations and new technologies throughout the system we're seeing the adoption of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in our vehicles connectivity among vehicles and between vehicles and infrastructure and other road users we are using smarter dynamic infrastructure that can allow us to respond in real time to traffic patterns and urgent situations we're incorporating new modes of mobility such as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ies and ride share bike share scooters AV shuttles and more we're gathering an unprecedented amount of data from vehicles road users and sensors including lidar radar cameras and others we at ITS America envision a future connected ecosystem of 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ies that increases safety improves efficiency and reduces congestion enhances sustainability and reduces emissions and improves mobility and equitable access and opportunity in short innovations that improve outcomes for the traveling public quite frankly the status quo is unacceptable there are 42,000 fatalities fatalities annually on U.S. roadways congestion that costs hundreds of hours per person and increasing levels of emissions we need to be deploying technolog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so what are the technologies of today that I'm working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teroperable connectivity and VDEX technology autom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l of these are related directly to traffic management and how our transportation option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infrastructure around them we will go into these more a little later but first I'd like to share an experience that I think shows some of the issues we're facing I was in Baltimore earlier this month for a conference on advanced air mobility which is literally envisioning electric VTOL unmanned drones that will fly people and freight around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you can see in this picture from NASA a variety of aircraft flying around a cityscape and during the conference NASA and private sector companies were talking about certifying aircraft and being ready for operations in January 2025 these are pretty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certainly lofty timelines but as I walked out of the Baltimore Convention Center to the closest intersection about 75 feet away I saw this an electromagnetic signal controller from the 1940s or 1950s so at the same time we're discussing the very likely near future of autonomous drones flying around our cities we're still controlling our infrastructure with technology from the 1940s I don't show you the AAM example because I think the vision of the future is impossible I don't show you the current state of infrastructure to complain about where we are but I think these two divergent realities show that there's a lot of value between where we are today and the innovations of the future value that can be unlocked and provide real positive outcomes and benefits for our communities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make realistic improvements to our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that will allow us to fully tap into the promise of all of the innovations and technology that people are hard at work developing every day so where are we heading the U.S. transportation system has evolved from paved roads and concrete bridges to sensors data, software and algorithms with advances in rapid deployments in automation connected to technologies mobility on demand and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technologies a future of transportation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ge uses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o advance future mobility that is safer, greener smarter and more equitable we're incorporating new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s into the 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system providing new mobility options enhancing safety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this new era links the physical system to a digital layer allowing us in real time to communicate share store analyze and use information to save lives provide faster emergency response help mitigate impacts of extreme weather improve resiliency reduce emissions enhance mobility and distribute services equitably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s the operating system for the future of mobility and will allow us to use this information and data 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and advance our goals to save lives promote sustainability and provide more access and opportunities to all communities there are millions of phones devices sensors and vehicles out in the world and they don't alway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each iPhone and connected technology generate enormous amounts of information and data and it's still unclear how we use that information 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even if we get data like how fast a car is speeding or whether a corridor is congested sometimes transportation agencies don't have upgraded systems to use that information in real time to advance goals like eliminating crashes and reducing congestion public agencies historically rely on older systems and outdated digital processe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an help save lives by sharing connected vehicle data with cities and states agencies can understand where high crash areas exist and deploy different policies and technology solutions by understanding where ride share and other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are being deployed cities like Los Angeles can ensure that underserved communities get equal access to services by getting real-time information about weather or congestion traffic management centers across the country can send weather alerts or reroute traffic to protect travelers and help them find alternative safer routes that als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t can also provide new revenue generating opportunities for infrastructure owners and operators revenue that can be tapped to support the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infrastructure throughout our communities it can allow private sector companies to realize efficiency gains through signal priority it can help cities manage curb space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it can provide for parking ride share and other services and it can help ensure that we can provide a seamless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n which an individual can schedule a multimodal trip through a single application connectivity in VitaX connectivity will allow infrastructure vehicles and other road users to communicate in real-time both in dedicated spectrum in the 5.9 gigahertz band and outside of dedicated spectrum through the use of existing and improved cellular networks mobile edge computing and the cloud just two months ago the FCC announced 17 additional CVX waivers for the 5.9 gigahertz band allowing many more state departments of transportation cities and companies to deploy CVX technology on our nation's roads while the FCC considers final rules for the 5.9 gigahertz ban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year ago I would hear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context of 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maybe once or twice a month now I hear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ce or twice an hour the possibilities of incorporating AI into transportation are numerous and will only become more clear and more important over the next year or two so how do we get there how do we achieve deployment of these exci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certainly challenges for instance the public is understandably skeptical of som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we've seen weariness of automated vehicles that has led people to literally place traffic cones on AVs in San Francisco to stop them from operating a distrus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ignificant and real concerns about privacy and security many of these concerns are reasonable but even when they're not they're still real and need to be addressed some of this will happen through education but we also need to listen to these communities and engage them in conversation we need to stop thinking about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rom a public acceptance perspective and begin focusing on public engagement by working with communities to understand their concerns and challenges and by providing real solutions with real outcomes we can gain support for the continued deployment of technologies workforce and labor there are understandably concerns about workforce and labor impacts many of the technologies we are discussing will change the future workforce of transportation some of these changes won't be easy requiring workers to upskill into new positions but these new skills and new positions will provide more value to the industry allowing for increased rages in many cases ITS America is working with some transportation unions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to collaborate to ensure that this shift into a new workforce supports the existing workers while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additionally these technologies will provide new opportunities that are more attractive to a younger generation that wants to work with computers data and innovation infrastructure quite frankly our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is aging and needs significant investment in updating the picture of a decades old traffic cabinet is not unique to Baltimore and can be found in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o seek ways to improve and revitalize our infrastructure so that we can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benefits that new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 can provide additionally many industry stakeholders are focused on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and do not yet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gital innovations that are impacting every other area of our lives there are also opportunities investment we're currently seeing unprecedented investment in the nation's infrastructure through th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 there's funding opportunities like smart grants 100 million dollars annually split into stage 1 and stage 2 grants providing projects with funding for smart technology traffic signals connected vehicles coordinated automation intelligent sensor-based infrastructure systems integration commerce delivery and logistics and leveraging the use of innovative aviation technology as well as smart grid technologies attain grants which provides another 60 million dollars annually for these types of technology grant projects safe streets and roads for all grants which provi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billion dollars annually nearly every community you work i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applied or will be applying for a safe streets for all grant we need to go beyond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s when seeking out vision zero projects and work i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addition to this historic federal investment we're also seeing incredible investment levels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in developing these technologies i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sitive outcomes at ITS America we don't advocate for the deployment of technology for technology's sake we advocate for the deployment of technology to achieve positive outcomes for the traveling public we shouldn't be selling innovative widgets that provide cool functionality we should be selling solutions that solve our community's challenges these technologies can increase safety for all travelers but they also can ensure that individuals can arrive at their health care appointments on time not miss their children's soccer practices after work and otherwise achieve the best use of public assets and our infrastructure we need to measure the positive outcomes from deployments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 think this is the number one thing that will sway minds showing people the benefits of deploying technology in their communities when people see that innovation can increase safety reduce congestion and increase efficiency reduce emissions and increase sustainability then they will want those technologies deployed in their communities these new technologies also introduce many new revenue generating opportunities that will help fund the continued deployment and improvement of our infrastructure and provide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to private sector companies offering digital mobility solutions so what can you do? we work in an industry that is often focused on maintaining the physical assets we already have rather than innovating and finding new ways to provide for mobility however, there are a number of things you can do in your communities to advance the deployment of technology things that ring tru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Taiwan as well one, seek out leadership every innovation will have early adopters that lead the way you should seek out these lead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advancing the deployment of technologies and empower them provide them with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they need to advocate within their own organizations you can set them up for success by working with them and their communities to advance deployment that addresses community priorities and provides measurable outcomes two, work with communities as I mentioned before focus on community engagement not community acceptance this includes educating the public local policy makers and decision makers about the types and availability of technologies that they can choose to deploy this also means understanding the motivations of the decision makers understanding not just what they want but why they want it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accomplish and offering solutions that can achieve their goals three, think realistic set realistic achievable goals not everyone is going to be in a position to implement every new technology right away so start with priority use cases in priority locations four, show outcomes this will be the key when you can show a community real results that have measurable outcomes in their daily lives that will encourage them to support deployment five, build confidence build confidence in the technologi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they provide to communities work to address privacy security and other concern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s quickly becoming a focal point for ITS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merica recently published a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trategy report which includes insights gleaned from numerous forums workshops and meetings of ITS America'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orking group and we appreciate all of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industry stakeholders public and private that participated throughout that process ou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trategy report identifies four key areas that are crucial to advanc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t begins a discussion on what a definition fo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hould include it evaluate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rough the lens of use cases it discusses the need for broad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nd identifies next steps to begin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I will address each of these at a high level first defin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o what i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re's no dictionary defini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at I'm aware of although I do have a working definition that has underpinned some of the work that we have done you can see tha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slide and while it identifies a plethora of pieces that make up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t is also incomplete in reality the defini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s still under development but I can tell you four key areas that the final definition should address one th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uch as connectivity dynam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two standards and a reference architecture addressing data sharing and integration cyber security and interoperability and standardization three stakeholders including the typical transportation stakeholders but also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nd user-centric solutions and four priorities and goals including safety sustainability mobility equity and future-proofing second use cases in a reference architecture in April 2023 we convened a workshop to evaluate 10 critic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use cases to meet safety equity economic strength and climate objectives these use cases represent an initial blueprint for demonstrat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apabilities but are not an exhaustive list of potential use cases these could be a starting point from which USDOT can focus resource allocation define and establish achievable milestones and measure the potential and progres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hile achieving meaningful results for the traveling public we provide an in-depth overview of two use cases connected vehicle data and traffic signal integration which we use to identify obstacles to success and outline the necessary steps to mitigate them finally this section also addresses the need for a digital reference architecture and a shared data layer I would note there are a number of systems that will be included within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oesn't have to replace the many other standard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throughout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rathe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ill truly be a system of systems and may require an architecture of architectures the key will be providing a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that allows for innovation but also prioritizes interoperability third 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one of the key steps towards alignment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ill be to correctly identify the complex stakeholder map and ensure we are bringing each of these communities into the conversation we made an attempt to outline a stakeholder map here which you can see involves numerous stakeholders with varying needs and responsibilities from USDOT and likely other federal agencies to state and local public entities to enabling organizations to digital infrastructure user interfaces to the end users themselves and as complex as this is I'm sure it will need to be expanded and improved the key point here is that each of these stakeholders has a part to play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fourth and finally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we identified 11 key actions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setting a common vision establish a roadmap with defined milestones defin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rioritize relevant industry use cases allocate funding for technology develop and facilitate policy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through real impacts emphasizing citizen-centric changes leveraging industry associations to foster collaboration fostering partnerships and collaboration with industry stakeholders and regularly reviewing and adapting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mee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is a lot of steps but each one will enhance our ability to deliver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o what do we do next in the report we call on USDOT to begin by setting a common vision and establishing a roadmap with defined milestones we need a vision that define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dentifies USDOT and industry goals and priorities arou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development to a common end result while allowing room for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we also need a roadmap to guide federal state, local, research and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ith ambitious but achievable milestones that will allow us to assess implementation and measure progress without these milestones it will be too easy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without ever making progress towards achieving it so what will ITS America do?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industry to improve our own proposal refine some of its key points and recommended actions and to urge USDOT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o make real progress towards implementation on connectivity and VITA-X we will continue to advocate for the deployment of VITA-X services to enhance safety and efficiency in April ITS America released the nation's first national VITA-X deployment plan which includes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infrastructure owner operators and automotive OEMs and provides a call to ac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transportation agencies to deploy VITA-X technology it outlines expectations for OEM deployment and describes numerous actions that federal agencies can and should take to support deployment the plan is comprehensive and bold but realistic and achievable it envisions a scalable interoperable national network and calls for equipping 250,000 intersections in 10 years including 100,000 in 5 years this will touch all states and communities including large midsize and rural communities the cost is estimated to be 6.5 billion dollars over 10 years the individual intersection cost varies based on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whether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would need to be upgraded for example the average estimate is $26,000 per intersection the document also presents guidelines on how to achieve interoperability goals to achieve a rapid nationwide infrastructure rollout of the technology an estimate of the cost associated with such a rollout and a discussion on proposed sources of funding for infrastructure installation the plan also includes a discussion of assumptions ma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n and additional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e will be educating the industry about the deployment plan throughout the fall of 2023 and 2024 ITS America is currently also developing a beyond 5.9 VitaX deployment plan that looks at providing VitaX services outside of the 5.9 gigahertz spectrum band largely using existing cellular networks and mobile edge computing this deployment plan will show that many VitaX services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do not require extremely low latency can be provided over these networks to complement VitaX operating in dedicated spectrum ITS America is working closely with AASHTO and ITE to help USDOT advance its work on a national interoperable connectivity deployment plan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several months we will work directly with USDOT and the industry to advise USDOT on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should be addressed in the NICDP to collect industry stakeholder feedback on particular aspects of the interoperable connectivity deployment plan and to collect industry stakeholder feedback on a final draft plan ITS America is also leading an association coalition that includes ITS America AASHTO ITE the Alliance for Automotive Innovation 5GAA and ATSA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to advance VitaX deployment These are just two examples of key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growth opportunities within the 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ill be areas of focus within the coming year I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with you today about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to achieve a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at is safer greener and smarter for all Thank you 谢谢Timothy的分享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将邀请 Metropia公司创办人 暨CEO的 邱宜章博士 来为我们进行演讲 那邱博士是专程 从美国飞来台湾 那将为我们分享 他多年来 对美国交通市场的 一个洞察 那我们就欢迎邱博士 谢谢 好 谢谢各位 非常荣幸今天 有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见面 那也非常谢谢 外贸博士的邀请 那分享一下 过去在美国三十年 那也在这个产业 都是在这个产业里面 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 让各位对各位 有些帮助 那简单的 就很端的简单的说明一下 介绍一下美创 那这是今天的online 我今天的presentation 主要是以英文为主 那我会用中文说明 那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呢 我觉得刚刚Timothy 对未来的展望 做了一个非常多的发想 其实ITS America 在过去是美国三十年里面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功能 但是大家都看到未来 其实今天他们给我的一个题目 是要怎么进美国市场 所以这个其中的一个 重要的关键是 你要知道一些过去 也就是historical perspective 然后你才知道说 这钱是怎么留的 为什么它的经费分配 是发了某一样 特定的一些流程 所以对整个交通产业 从政府部门到法规 到制度 到财务方面 做一个基本的说明 我觉得可能会对各位 针对美国市场 一些很根本的一些状况 会有些了解 所以我们谈一下 historical perspective 然后一些ITS business opportunity 还有就是一些 比较相关的 regulatory跟compliance 一些requirements 分这大概主要的三大项来说明 好那刚刚已经 促长已经简单说明过了 所以这几个就不用花太多时间 那其实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术界 博士年晚之后 其实当了20年的教授 所以最近是从 那个亚利桑拉大学退休 那这个学校 是我十年前 学校spin-off 那在美国 其实就是比较 比较 算是比较运气 美国 我在台湾的很多 学术界的朋友 他们说 我有很多idea 国科会的计划做完了 就摆在那里 我也不能成立去公司 感觉台湾的学校限制很多 美国就是反过来 就像刚刚出长讲的 你从Timothy里面谈到 就是美国就是 可能是当初 就是到这个新大陆来拓荒吧 反正就是胆子很大 就是try嘛 他也不会给你很多的限制 那所以他们通常就是说 你冲过头之后再把你拉回来 OK 这个文化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对学校教授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 所以我这家公司十年前 就成立了 十一年前 现在那两年前决定退休的原因 是因为这公司 现在人越来越多 大概六七十人的话 脚踏两条船也蛮麻烦的 好 那今天呢 我的内容呢 这是我公司的团队 但是我强调是说 我今天内容是由请我们公司的 所谓Corporal Advisor 这位Mr.Victor Mendez 稍微检查过 那这位新政士其实是美国交通部的副部长 OK 前任的副部长 OK 所以 所以里面讲的内容应该不会差太多 今天里面谈的东西应该不会太离谱 好 那我们的产品呢 刚刚讲的是Mars 那Mars不是每位同仁都很熟 待会有机会我们再提 它是Digital Infrastructure的一部分 OK 很大 但是里面其中一小部分 所以先简单跳过好了 我想先谈一下大家比较有兴趣的东西 我们要谈整个美国市场呢 其实要了解它的历史 那其实真正美国整个交通界的历史呢 应该从1956年开始 OK 我是1968年生的 我父亲那是中华古文工程师的所谓的引建工程师 台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 中山交通工 中山高速公路就是他参与建工 OK 从台北一路盖到嘉义水上 我小学就念了四个 OK 那一代的人呢 我是从1960几年到1970年初开始盖 所以其实台湾的高速公路是跟着美国走的 OK 很多的标准 其实台湾的公路标准都是美规的标准 因为那时候很多美国的顾问公司来台湾协助 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其实1956年呢 其实是一个关键 1949年的二次大战之后 其实美国发现说 你们发现日本好像可以打到珍珠港 那万一打到美国本土怎么办 他们开始有危机意识 美国其实运气很好 它从来没有任何战争在它的本土发生过 但是他们开始危机意识 所以其实这个整个弗卫公路法案里面有一个强调 就是所谓的defense 这里没有提到 就是national defense 好像没点 看第三点是讲national defense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defense的概念 就是我今天有军队 人家攻进来了 我要很快能够把军队补给 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 左边呢 你会看到说 这些洲际公路呢 基本上呢 对于美国过去 相信六七十年来的经济发展 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OK 台湾也是 OK 你会发现台湾 我离开台湾三十年回来 就发现 我离开之后才有中山高跟三号 那么回来 横的直的一大堆啊 好像一直还在盖 台湾已经那么小 还是盖了一大堆的highway 为什么 当然就是connectivity嘛 那其实到了七十年之后呢 右边呢 大家开始反思一些问题 其实 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环境影响 跟Urban Sprout Urban Sprout 其实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当你公路盖的越多 你从A到B 可以用最高速 非常高速这样行进的时候 很多人就开始往外搬 OK 他就开始往外搬 搬得很远 反正我就是每天开车通勤 没问题嘛 OK 那Urban Sprout 照样是什么 美国呢 因为美国又没有什么的 所谓的terranean barrier 所以它其实基本上 就可以一直往外盖嘛 OK 所以土地开发商呢 他们都很聪明 就是反正买了地 两个二三十年 你慢慢开始盖盖 越盖越远越远 越盖越远 然后同时 就压迫州政府 开始盖马路 开始盖公路 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同时呢 美国还有所谓的 汽车产业 石油产业 航空業都聯合在拉筆 公路蓋越多越好 我賣越多車 我燒越多油越好 然後航空業也順便 高鐵也不要蓋了 如果你心中想說 為什麼美國這麼多年沒有高鐵 其實這幾個產業 其實都有一些利益在互相糾結 不希望高鐵出現 當然這個東西還是見仁見智 這是我個人觀點 但是其實Highway這麼密集的蓋 你會注意到就是 過去70年都一直在蓋 那維修怎麼辦 中山高其實一開始蓋好之後 就是一條收費公路了 其實台灣的收費公路 其實很早一開始就有了 日本也是一樣 很多歐洲國家 它公路蓋好就變成收費公路 美國其實他們叫Freeway 所以美國很多人到現在還認為說 Why should be free because it's called freeway Free 在美國人腦中它就是免費 那你待會兒會說明這個東西 這個狀況開始要改變了 為什麼財務問題 錢沒了 那還有很多問題 它Maintenance cost其實就在這裡 就是其實很多公路這麼多年 就是沒在修 因為沒錢嘛 它有錢蓋新的 沒錢修舊的 OK 那你會想說 那這樣的話70年沒做的事情 你這是1.2兆基建法案裡面 你要一次把它做完 那以後呢 其實會衍生很多問題 第一個 現在什麼水泥啦 鋼筋啦 人工啦 就開始inflate OK 你想突然就是這麼多錢扔下來 我要五年十年 全部要把它蓋完 就是inflation了嘛 OK 好 那東西就越來越貴 OK 那第二個就是說 好 那你還是要想說 那我這批蓋完之後 我以後怎麼辦呢 你還是要一個永續的概念嘛 不是說我每隔幾十年 還要來個基建法案 是這樣嗎 好 所以我待會談一下財務的部分 好 那 所以long term sustainability 還有就是說很多 在美國很多都市 你會發現 這個公路一切下去 左邊跟右邊 左邊是好區 右邊就是壞區 常常就是這個樣子 OK 那它對整個故事 就是所謂的種族也好 或者說什麼貧富的差距 其實都有蠻不是很好的影響 OK 所以這問題其實很多很多 一直都被討論 好 所以我們再講一下 OK 美國的洲際公路呢 基本上大部分是聯邦蓋的 OK 它的fail matching呢 大概是80到90% OK 然後呢 它呢 基本上呢 它是從一個叫highway trust fund來的 OK 那我待會談一下 highway trust fund呢 它基本上是從汽油稅徵收過來的 第二個呢 它是要match 台灣叫做什麼 這是要自籌款吧 OK 10到20% 不多 OK 那呢 洲呢 也要收州的汽油稅 還有它其他的所謂financing option 一般的就是營業稅啦 消費稅啦 這些東西 來 洲有很多自己的稅 State turn back 當這個東西蓋完之後呢 州就要負責自己這樣的operation跟維運跟maintenance OK 這些東西州自己要負責 所以聯邦負責幫你蓋 蓋完你只要收回去自己維運 好 這個就這個最關鍵了 Authorizational bond 就是發行公債 當州聯邦要蓋呢 他常常會做一件事情 他那個部分很貴嘛 很多嘛 他就發行公債 反正美國聯邦只有發行公債 誰不買 當然買啊 反正又不會倒 大家就買嘛 right 好 所以這些債什麼 是用什麼東西還呢 就用所謂的highway trust fund來還 OK highway trust fund 從汽油稅裡面徵收的highway trust fund呢 就開始還 所以每年你汽油稅進來呢 有一部分 一大部分 你只要還 過去蓋的公路 你就一直在還債 一直在還債 好 這個很重要 OK 好 那這個allocation formula是這樣子 就是說好 那聯邦呢 所有這些汽油稅呢 他呢 將來在這個所謂的分配到每一周呢 會根據人口 可以你那邊的公路的數量 長度來做計算 OK 人口越多 還有公路的里程數越多的 周呢 會分配到的款項就越高 OK 這是叫formular funding 的一個概念 好 那這個出現什麼問題呢 待會再說 那先跟各位簡單說明一下 我現在講 所謂的汽油稅 每一公升呢 你今天比如說 是汽油本身3塊錢 然後呢 他周 聯邦都開始加18.4 升上去 周呢會自己再疊上去哦 自己周的汽油稅 那每一周就自己訂了 美國是51周 你就把他當中是51個小國家啦 他可以自己訂自己的汽油稅 OK 那我們看一下 最便宜的是Alaska 14.6 cent 最貴是Pennsylvania 58 cent 我住的德州呢 20 cent OK 所以德州呢 大概是 bottom three OK 最便宜的 因為我們產油嘛 一大堆 Alaska油產的更多啦 OK 所以我們都很便宜 這個疊上去之後呢 好 那這個錢呢 18.4 cent 進到一個聯邦的 Highway Trust Fund OK Managed by the US DOT 是美國IIS在管的 好 那州呢 每一周不一樣 有些叫Department of Revenue 有些州叫State Controller 就是會計部門 那就放到一個Highway Fund裡面 然後有TexDOT TexDOT就是Texa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德州運輸部 US DOT就是美國運輸部 它有一個聯邦的最大運輸部 還有每一州自己有一個運輸部 OK 那就他們來管這件事情 好 所以你會注意到 我有一個Highway Trust Fund 聯邦的 還有一個每個州的 一個State Highway Fund 好 這個是我們最不想看到的 但是這個事情就在發生了 Highway Trust Fund呢 從1990年就開始 他們就開始看 他們做財務估算嘛 他們supposedly在2020年呢 錢就要燒完了 OK 他是Facing Insolvency 也就是說呢 我每年進來的錢呢 根本就不夠花 為什麼 我要還債 我要還過去的那些 借來的錢 過去蓋的公路 我都得還 我根本就不夠還 2022年 百元就要燒光了 拜登的基建法裡面呢 給他多了 進去120個 billion進去 OK 讓他苟延 殘喘一段時間 上去之後呢 也是估計到2027年 就要燒完了 不多 再多四年 OK 那問題在哪裡 你們在知道 你們想出來 大家為什麼嗎 大家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嗎 記得他是汽油稅 好幾個原因嘛對不對 COVID之後呢 開車的變少了嘛 然後呢 每輛車的 fuel economy變好了嘛 拜登呢 又推了很多嘛 我們美國政府 又推了很多的電動車嘛 這些都不吃油啊 這些都不吃油 所以呢 Gas consumption就越來越少了 OK 已經少到 這是非常快速的在下降 三個東西叫 Perfect storm 就是完美風暴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問題不能不解 OK 問題不能不解 那表示以後聯邦就是沒錢蓋了 就是沒錢了 那州也沒錢了 OK 好 那麼講State Fund好了 那州呢 基本上 我們剛剛講一個match 聯邦要match百分之八九十 那州呢 自己呢 除了 那剛剛講的是State Highway Interstate Freeway OK Interstate Freeway 那州本身是要蓋自己的State Highway 他用自己的錢 State Highway叫全部要自己的錢 我這是拿德州的例子 OK 德州呢 我剛剛講的這個Highway Fund 可以用在所有的project 你可能說Highway啦 Rail啦 Transit啦 Aviation啦 Port 都可以用 那對不起 他已經就來越少了 所以呢 像德州呢 他過去的2014年2016年呢 他就用了Proposition 1跟Proposition 7 就類似用公投的方式 OK 那我們常常在大選的時候 就順便公投一下嘛 你願不願意把每年的公司稅 消費稅 挪一部分到Highway Construction 如果搭公投說OK 他就變成說有一個合法機制 我每年的那個州收金來稅收 我就可以撥一部分 叫做Highway Construction Highway 1跟7都是同樣的道理 但是他有限制 錢只能用在Highway 其他不行 OK 其他不行 OK 那這是德州的example 所以你會知道 每週自己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好 那這就是一個非常很複雜的圖 我也當然不期待你們看得很清楚啦 我只能跟各位講一下 左邊這個表 就是所有的可能的州的稅收 OK 從剛剛講Proposition 1 7 一直到其他的很多的 Highway Trust Fund 零零總總 來就把集中的水庫進來嘛 中間就是水庫嘛 那右邊就是一大project 一大堆的project要花的錢嘛 OK 那你要很清楚就知道 你只要Highway Trust Fund 跟Highway Fund 那個汽油稅有關的呢 它就越來越小了 幾乎就是沒有了 好 那德州很特殊 你看到最下面的數字 德州在今年呢 創下了歷史記錄 OK 德州的盈餘呢 Surplus 只能把所有的進來的錢 扣掉所有的花費呢 竟然盈餘了36個Billion 這是天文數字 OK 平常我們都只是Single Digit Billion 就已經很厲害了 突然在過去幾乎 蹦一聲跳上去 36個Billion 花不完 OK 那就開始退稅嘛 來共和黨之後 一定要趕快想要先退稅 但是呢 還是退不完 所以呢 德州是一個非常 未來在十年 二十年 我大量的錢 必須要投在交通建設的一個州 那每州不一樣 有些州就很窮 甚至財政就是快要富的了 OK 所以其實在過去十年內 特別是過去五年 非常多的交通 有相關的公司 不管你是顧問公司 建設公司 工程公司 都跑到德州來設分公司 所以你今天 我為什麼要談這個呢 就是大家 彼此要很靈魅 嗅覺要很靈魅 五年前就開始做這件事情 OK 大家看的是未來 他們知道說 這個東西 Proposition 他們從Proposition 1跟7 2014年 2016年 通過之後 他們就開始想 這個大概要發生了 OK 他們不會等到什麼基建法案 才來做這件事情 他們已經看到 德州的錢越來越多了 OK 所以市場這件事情 不是你看新聞 它就要看市場 你要看很多 fondamental的東西 要看很多 fondamental的東西 好 那 美國呢 一個 剛才講的 還會放置一個 一個所謂的 公路建設的 一個資金來源 但是呢 你會發現每年呢 差不多每十年 每個總統呢 他會有一個所謂的 Transmentation Legislative Bill 從Clinton到Obama 一路到 Trump是沒有啦 一路到 拜登呢 你會發現 他的那個 從200多個Billion 慢慢提到300多個Billion 碰一針就掉到 1200個Billion 這就是1.2 Trillion 好 那你仔細看呢 這是每年 大概是 從80年代 90年代 一直到現在 Right 那你看右邊呢 右邊就是 每次的Billion裡面呢 有一個 跟ITS比較相關的 highlight 好 我們先簡單看一下 ITS在1980年 美國就開始 OK 那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電腦就開始 普及了 ITS跟電腦絕對 逃不了關係 OK 當你電腦開始普及 大家就會想說 那我怎麼去用 電腦通訊 技術來改善交通 OK 所以從1980年的這個 你看 USDOT那時候就建立了 ITS Program 1980年就建立了 然後呢 到1990年呢 其實很多的 最早期的ITS Program 跟很多很有名的 一些交控中心 Standard 在90年代成立 ITS America 那時候也是那時候成立 到現在30年了 OK 所以那時候很多的 像Advanced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Traffic Information System Commercial Vehicle Operation Electronic Toe OK 台灣的電子收費 所以是到 我記得好像是到什麼時候 2000吧 還是1990年才開始 他們也是差不多1990年就開始了 OK 好 到了2000年的時候呢 他們就開始做更多 Advanced Traffic Management 還有就是所謂的 Conjunction Pricing OK Freeway Instant Management Conjunction Pricing呢 就是類似說 不是像台灣現在只收 應該說 台灣有叫所謂的差別定價 或者說 連續加熱什麼收費會改變 那叫什麼 我不曉得台灣現在叫什麼 反正就是因為不同的時間 有不同的費率嘛 OK Time of use Time of use OK好 謝謝 那 Condition Pricing就不一樣 Condition Pricing是說 它是動態的 越擠呢 假如那個所謂的不收費的那一段 它自己把公路呢 切在兩邊 一般是所謂的Generalized Purpose Lane 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車道 中間裡面有一個車道是所謂的 Condition Pricing Lane 然後呢裡面要收的費用呢 是動態調整的 外面越塞呢 那裡面就越貴 它一直在動態調整 OK 所以你進去的時候呢 看到那個門價 看到 喔 五塊錢 那你要決定要不要進去 OK 好 那這個Condition Pricing呢 一直到 那是2000年左右的一個很大的一個focus 好 那到2000 201年呢 其實有很多 跟Smart City 跟Smart Phone 特別是Smart Phone有關 為什麼 iPhone什麼時候推出的 2007 2008 2008 Right 所以呢 這個Smart Phone 就改變了非常非常多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Service Mobile Digital Mobile Services OK 所以呢 它很多跟Mobile Services 的Integration在2010年開始 OK 那他們就講這叫Smart City Connected Vehicle的Infrastructure 那時候呢 其實都在那時候蓬勃發展 好 現在呢 其實又進到一個 一個 一個時期呢 更側重於 C-A-V 那它叫E-C-A-V Electric-Fly Electric Vehicle Connected Vehicle Atonemous Vehicle 那其實 大家講的沸沸揚揚的 Right 其實說實在話 E-V呢 是Biden的一個很大的一個push的一個momentum 為什麼 你們知道為什麼吧 為什麼要pushE-V Emission 其實主要還是為了Emission 那E-V對於交通擁堵有沒有改善 因為你一台換一台嘛 你基本上是一台換一台嘛 所以它會降低Emission 但是Conjection會不會也改善 Connected Vehicle OK Atonemous Vehicle 基本上 過去的整個 二、三十年 其實是private sector在push的 特別是Atonemous Vehicle OK 所以我待會講一下VC那一塊 美國政府部門是跟著玩 反正就是要make sure說我有一些場地讓你測試 但是其實主要還是private sector在push 那DSRC這個東西是招死掉的 然後現在改成CV2X 那Smart Tolling Technology呢 別人說是Tolling Condition Pricing 再加上Payment 用Smartphone做很多Payment 還有另外一個Parking 全部都把這些服務全部串起來 Focus on more on the services 那它裡面有一個所謂的Trancy System Modernization 美國的你們到美國去你就會發現說 你們應該也沒有人會跑去美國做空車吧 那大部分你去美國玩可能就是租車嘛 美國其實的Ridership 台北市為例三十到四十趴 Ridership就是說你一百個通勤的人 裡面大概有三四十個人是做大眾運輸 OK 美國是三到四趴啦 少個零啦 OK 所以你會發現說其實是非常的少 為什麼 你們知道為什麼 猜一猜 為什麼 鼓勵買車 當然車很便宜嘛 你應該大家都很嫉妒美國車為什麼便宜 對不對 油便宜 車便宜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講的Urban Sprout 人口密度低 所以你當門口人口密度低的時候 你一條公車要拉多遠啊 然後載不到幾個人 然後公司有跑固定班表嘛 所以那明明就是我這樣開過去 二十分鐘會到了 它繞一圈那兩個小時才到 完全就是不make sense OK 那這很不幸的 為什麼 這跟整個都市的發展 跟結構又有很密切的關係 OK 你都市長成這個樣子 你大眾運輸真的就很難發展起來 OK 這不是技術能夠改的 這不是technology可以改的問題 好 那問題 他現在要花很多錢 大家要花很多錢去解這個問題 我們就 至少啦 他說像那種planning ticketing fair collection 因為他過去二十幾年 就是一直run down OK 公司就是一直run down 那現在是要把這個公司 再modernize 起來 但他的right issue 會不會因為這樣的提升 我看到很多人在搖頭 OK 好 Mobilia Service 再把整個運聚結合起來 鼓勵大眾運輸 鼓勵走路工程 鼓勵自行車 這都是該做的事情 OK 他們也在往這方面努力 那這個就是整個 Biden Infrastructure裡面 跟IDEAS比較相關的幾個區塊 好 那我們來談一下 那VC過去這三四十年在幹什麼 OK 其實很多 產業特別在交通裡面 跟VC有很大的關係 好 那真正 其實大家開始對交通有興趣 是在兩千年左右 兩千年左右 那他們那時候呢 投在什麼 share economy 其實一開始 他們先投Airbnb 欸 不錯 這個share economy 好像蠻有意思 好 我們再開始share everything 所以Uber就出來 他們就說 share car 好 其實還有一個關鍵 所以那個時候呢 Waze被Google買了 OK Waze被Google買了 Waze被Google買了 Waze被Google買 大概是2014年的時候 OK 那 他 Google用1.1個 不要人跟他買 把他買下來 那VC想說 蛤 不過就是一個導航軟體 可以賣那麼多錢啊 他們開始想說 欸 那好像這個地方可以投 越投 越投越多 OK 那時候呢 共享經濟 共享服務 跟導航軟體 這些東西 其實基本上 就VC就開始往那方面去投 好 那 後來呢 VC就有點 到了2010年初 他們就投很多 Athons vehicle 然後又變得很greedy 還有Galaxy 就跑去投一大堆 那種Bitcoin 之類的 反正就一直吵 一直吵 那這東西就是起起伏伏 上上下下 好 那 現在他們吵什麼 當然你也知道 第一個就吵AI OK 你現在好像 你不談AI 你 我有很多VC的朋友 我就虧他們 我說幾年前你是 Athons vehicle專家 怎麼現在又變成AI專家 你到底拿幾個PhD 他說反正我就是專家嘛 你要怎樣 好 那 那 那他們現在 好處是我覺得 他們現在比較diversify一點 也就是說他們也投了比較多government tech 這是我很驚訝的 我十年前我成立Metropia 他說 你跟政府做生意啊 喔 對不起 我們離政府躲得遠遠的 絕對不碰 OK 我們那時候十年前非常的痛苦 沒人要理我們 因為我們跟政府做生意 他說政府做生意絕對不碰 現在他們反而會投government tech OK climate tech biotech sustainability social enterprise EV infrastructure 所以他們VC現在變得更diversify 更diversify OK 那因為被燒過 被burn過好幾次 e-commerce被burn過 後來又被cryptocurrency burn過 他們現在也比較理性一點 就是說 OK We're looking for someone who is capital efficient 就是說至少說 你不是做本夢比啦 你至少要 這個 你的business model 要make sense 那他們比較realistic一點 那 因為政府的 拜登的 拜登的關係 他認為說你如果是做 跟政府做生意的 你是如果做sustainability climate tech 你大概也可以賺到一些錢了 反正政府呢 天要下大雨呢 大家過碗瓢本拿出來接嘛 來 你多少會接了一些嘛 來 所以他們也開始願意投這些technology 所以 VC也在看啦 這是相對的timing 這張圖呢 就是把 Biden Infrastructure呢 以它的比重做一些區分 大小就是錢越多啦 你也看到呢 很多呢 Winner就是power Power Infrastructure在這邊 就是充電 OK 這邊就是充電 好 那Water跟我們 現在就不談Water Broadband 這跟我們暫時不談 OK 那你看這個Passenger跟Rail 這個很多就是跟Buds有關的 OK 然後Public Transity在這邊 那他們就號稱要蓋起的high speed rail 我不曉得蓋得出來還是蓋不出來 因為現在好貴啊 好 那這邊就是roadway bridges major project 就是 就是把一些路啊 就是翻修啦 再做翻修一些公路 OK 好 那你會發現說 裡面很多呢 有很多technology component 也就是他們現在即便是翻修公路啊 他也不是翻一翻就算了 他現在翻修的時候呢 Sense就先買進去了 OK Sense就先給他買進去了 所以他在做什麼動態監測啦 也要做維修啦 其實都很方便 OK 所以裡面有很多technology component 在裡面 好 那右邊就是VC的頭的部分 那一大堆呢 Electric Vehicle呢 頭很多 以前Electric Vehicle 更大了 現在變小一點 你也知道嘛 那AV的公司倒一堆啊 活了沒幾家 大家也害怕 Elon Musk 他一開始講2018年我就要上了 每一家自駕車都說2018 我倒記得 OK 現在已經2023了 還不曉得哪裡 OK 那 Micromobility 大贏家 AI Data Net Climate Tech 真的是很多人在投Climate Tech OK Sustainability 跟Smart Transportation 所以這邊呢 其實也是拿到錢 剛剛有一位朋友說 我們想去美國找錢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錢就這麼多 其實VC丟了錢比政府 拜登之前我不敢講 拜登現在丟比較多 但其實 拜登之前我覺得 VC丟了比較多一點 好 這張圖很複雜 只是寄來一晚一晚而已 就是說美國很多VC呢 他們就會發布這種 Oh 這Tremutation Stack 所以是VC Point of View OK 看看就算了 因為這些東西裡面 好幾家也其實也倒了 我只是網路上借來的 所以你不用操 那裡有好幾家已經都倒了 好 那我們講一下opportunity好了 好不好 有四大領域 OK 四大領域 會分享投影片對不對 這個會分享嘛 我看很多朋友手好酸喔 你有興趣的話 我很樂意分享 我們再請 請那個外網協會朋友分享一下 這樣你們就不要太累了 四大領域 OK Infrastructure control Vehicle跟Service OK 你就把這個交通整個大系統 就切成這四塊 那Infrastructure呢 剛剛那個Timothy講的部分 但是它有所謂的planning Infrastructure你要從planning開始講 那我這講是physical infrastructure 不是digital infrastructure OK 要一個理清一下 那physical infrastructure就是這些實體的系統 就是測試在上面跑 OK 那construct method material 或是safety management traffic control related construction EV charging planning 現在這個EV charging就是最夯的 也歸在這一類 也歸在這一類 它就是infrastructure的部分 你要plan 我哪裡去擺 怎麼擺 法規怎麼限制 OK 有很多很多的規定 OK 停車場可以擺 加速站可不可以擺 到底要去哪裡擺 好 那還有電怎麼拉 OK 那防火啊 就是防災 各方面的要求 一大堆亂七八糟的 而且你要安裝 你還有license OK 還不是自己想辦法 隨便就可以進去弄 OK 那control 那control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有一個系統 OK 你就想像我高功能可以跑 那測試在上面跑之後呢 我一定要有一些系統去控制 監控 避免碰撞 事故 所以它有很多 traffic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right 那從traffic control system adaptive traffic management 到dynamic congestion pricing safety 一直到talling 那talling我剛剛講的很關鍵啦 除了剛剛講的fiscal dynamic tolling condition pricing 現在剛提到的 美國不是沒錢嗎 這就是未來非做不可的東西了 叫mile based user fee 或是叫vehicle mile travel fee 這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將來不管你是電動車 你是男友車 你的稅呢 是依照你跑的里程來計算 OK 這樣我電動車我才收到稅嘛 但是我可能電動車 我的base rate可能低一點 我的per mile的base rate 可能會比汽油車低一點 但是你還是要交稅 OK 那美國呢 過去在西岸呢 什麼Washington Oregon California 你做很多這樣十年的pilot Hawaii已經開始 就有幾家 有幾家 幾個州政府已經說 我就開始弄了啦 OK 那最關鍵就是什麼 你這個要成功就是 我這個怎麼算 我的里程怎麼去 怎麼去計算 或者我怎麼去 用最便宜的方法來登錄 用最便宜的方法來登錄 那每一州的策略不一樣 有些州就說 反正幾mine就幾mine 我就收這麼多錢 加拿州是說 你這一mine啊 如果是在尖峰時間的一mine 跟晚上自由留時間的一mine 這個非率還不一樣喔 就是說你今天這一mine 如果是在很塞的狀況之下 所產生的這一mine 我要收比較高的稅 所以他們想把 conjunction pricing 就把它build進去了 自然就把這個build到 這個vehicle BMT fee 跟mine based user fee裡面 這東西其實就現在在 這是大勢所趨啦 因為我剛講的那個稅收的緣 已經乾枯了 所以這個東西是 絕對是跑不掉 台灣也要面臨這個問題 OK 因為反正大家也在推電動車嘛 那我記得台灣的稅 好像有什麼水油徵收 也是有這個水油徵收的概念 所以就 但是我想就讓美國先try一下 看看他們找出什麼樣的方法 比較efficient一點 這一塊vehicle的部分 跟產業很多相關 我想可能管內很多產業朋友 你們可能會希望說 我生產的這些系統 能不能進到這個 整個的vehicle technology 產業鏈裡面 OK 這是產業那一塊 有興趣我們可以再聊一下 Service 我剛講的 Digital Service 從parking, tolling,micromobility,on-demand service shared service,mass 這個東西呢 聽起來software比較多一點 其實你剛從Timothy講裡面 你會發現說其實它蠻重的software 它裡面有很多software component 但這些service裡面 也有很多hardware component OK tolling一定要跟hardware 連著在一起 parking是software hardware micromobility,on-demand service 都是software hardware 這其實都是整套系統 要一起送出去的 OK 是跑不掉的 但是你賣 是賣個service software是綁在裡面的 是power這個solution 跟service的一個component 你不是只是賣個software而已 OK 所以建議各位 就是說你今天去想說 我現在產品 我現在賣給誰 然後呢 我要怎麼map到這四塊裡面 然後你很明確確定說 我的market就在那裡 你再去確定說 好 那我的product market fit是什麼 你知道你的product 那你現在對market不是很清楚 下一件事情要做就是product market fit 到底fit不fit 那你就看你的competition是誰 還有你要談一下你的go to market strategy 好 那我其他三頁 我用一個簡單的方式講一下go to market strategy 時間有限 我只能挑三個領域講 如果有興趣我們可以再談別的 第一個 我們講parking management跟tech 那parking這一塊呢 最近也是 我覺得台灣也有機會 為什麼 你覺得很難想像 台灣總覺得很理所當然 這個車牌變色 台灣美國幾乎是沒有啊 很少 美國的停車是非常落後的 我真的不曉得 每次開進去要去按那個按鈕去打那個ticket 我就覺得 我們還在搞這個 OK 然後還找收銀機 那個什麼收費機在哪裡 還要去交錢 每次我從台灣回到美國 就有這種 就是這種郁悶這樣 OK 所以這是一個機會 OK 那當然這個 這個 Taclarge很多啦 買車台辨識 還有你用什麼R5 Tac 這些東西其實 有很多相關的技術 好 那我這邊就簡單分類 這個就是parking service provider 美國最大的幾家 parking service provider 也就是說他們 他們美國這樣 有人把停車場蓋起來之後 他會外包給這些公司來管理 這些外包公司管理 他會決定他用什麼樣的technology 閘門 還有那個什麼摄像機 還有後台的整個收費的backoffice system 這些東西是他們來決定的 OK 那所以呢 如果說你自己是technology provider的話 你的賣的對象就是這些人 你要賣給他們 但是呢 你有這些technology的competitor 所以我這邊列的是 你可能會遇到competitor 他們目前是比較大家正在做 這相關的硬體軟體component 整套系統的provider OK 好 那這邊有提到 這些opportunity在這邊 realtime information 他們應該說我覺得是藍海 因為我覺得他們真的太落後 OK Mobile Payment Account Base 或是Open Loop Account Base Open Loop Account Base說你要一個app 你要先建個account Open Loop說你可以拿credit card 一tap 用來臺灣的悠遊卡 臺灣的悠遊卡 by definition 叫open loop 它就是一個卡片tap一下 那Visa或master card 也可以有 所以他們也是推租到 你可以用Visa master card去tap 那就叫open loop OK Licent player recognition contentless payment Oops 好 按左邊 OK 然後跟Mars做integration 現在是很重要的 Parking和Mars在裡面做integration 還有就是data analytics 跟predictive maintenance 還有就是像台灣常見那種 開進去看紅燈、綠燈 哪邊有停車位 其實蠻有用的 真的蠻有用的 美國真的沒有 OK 那我昨天回來之前去參加一個很大的conference 真的找車找到風了 就是沒有這樣的一個系統 OK 所以你的solution是primary 就是sale solution provider 那接下來就是 我現在他們有1.25 billion的EV 跟alternative fuel infrastructure grant 1.25個community grant 那為什麼提這個 如果說你是要做EV charge charging station infrastructure的話 有一大塊是賣到停車場去的 OK 你想要進停車場 你要跟他們談 他們control那個東西 OK 那現在有很多grant 就是說這個grant呢 是一般來講 我要談一下這些grant 其實剛剛Timothy沒提了 絕大部分的grant 只有州跟市 跟一些特殊的單位可以申請 公司不行 OK 所以你要想辦法等那個錢留下來之後呢 他一定要有一個local procurement OK 他還有一個local procurement 所以你趕快去結黨 成黨結派這樣 趕快去兜一個team 或者進到一個team 去標這個東西 OK 所以這個是要很快 要去build這個team的 那這個grant就表示說 錢很多啦 開始往下扔了 所以build這個team 可以說 be ready for be part of procurement 或者說 你不要去當那個主標商 你要當supplier 也OK 但是你一定要跟幾個人綁在一起 所以他們只要贏到那幾個標案之後 他會來跟你講說 欸 我要200次這個 300次那個 OK 這個就是要看現在開始要 要跟他們談的 EV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現在是沸沸揚揚 那我剛剛在講很多的錢 特別是我剛剛講的 我1.2個billion的EV alternative fuel infrastructure grant 1.2個billion的community grant 5個billion的National EV formula program 這一大堆錢呢 他怎麼留呢 他就留到 我們讀給你看 State and political subdivision NPO叫Metropolitan Plenty Organization NPO Local Government 就是City 那還有很多其他的 Special Purpose District Public Authority 就Transformation Function 和Port 或是Indian Tribe US Territory 或Regional Partnership 弄得很廣 那只有他們才去申請 只有他們才能申請 好 現在問題來 這些呢 是主要的所謂的Solution Provider 這些公司呢 他們後面一大堆金主嘛 當然也是一大堆金主 到處去找地 就開始Deploy很多的 Charging Station 那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新創的 那當然是後面是一大堆金主這樣拱出來的 那他們後來做什麼事情呢 這個 對不起 這個板塊是每年都在變 我每次只要一搜呢 就發現 這家又被買走了 那家又被病了 一大堆被 比如說 過去那Shield 就買了三四家 OK 然後呢 這個Charge Point 也買好幾家 OK 就是 Electrify America 也買好幾家 反正就是一直 你會發現 就是大家群羞併起之後呢 就 就開始 併購 這些小家公司呢 他也希望被併購 所以他很多的Model就是要被病 OK 他們就是這樣玩的 那 最後呢 趨勢 趨勢呢 其實這樣 需要買這麼多家幹嘛 他就是要開始convert 他的這個Gest Station 就叫做Dual Purpose 可以加油也可以充電 OK 那 那你想要 那你要怎麼辦 好 那 你們有沒有聽過台灣人家公司叫Noodle Noodle OK 那他是一個台灣公司 創辦人是台灣人 張敏鈞吧 張敏鈞吧 張敏鈞女士 那 他的少部分幾家是 在美國蠻曝光度蠻高的 OK 那除了賣這幾家之外呢 當然 我剛剛聊過嘛 那也follow他們公司 其實你們還可以去找一些 我們講的second tier的installer 這些東西有時候他們已經綁在一起了 OK 他們也只有自己這種 你知道他們關起買小圈圈自己的一些做法 那他們很成功 比如說像EV360這家呢 是一個所謂的 就叫Casco EV360 它是一家DBE WB SBE 這什麼意思呢 DBE叫Disavailable Business Enterprise WB是Women Women Business Enterprise Small Business Enterprise 就是美國法規有限制 OK 你只要這公司小小的 然後呢 你的Owner是女生 或是你是Disavailable population Minerity OK 你可以做一個 Qualification 那他們有時候 在一些公共發包的一些project裡面 有規定 比如說10% 15% 20% 他們要給這些小公司 大公司不能拿 OK 那這個 你說10-15%也不少 OK 所以他們呢 就是一個DBE的一個installer OK 那他們就可以到處安裝 在Park 裝啊 小小的City 或某個Park 他們裝的規模也比較小 啦 但是呢其實你也知道嗎 這個 搭了進不去 你就可以找小的嘛 Right 所以這個就是你要對於美國這個錢怎麼流啊 還是要一個想法 一個概念 那他們就會專門找這些小公司 Right 所以 那你怎麼去找他們 然後你去找這些 swarm swarm就是 就是small woman and minority Right 這種database 去想辦法去跟這些人做討論 如果是 你是 你有solution 要provide給這些人的話 好 那toe 那toe呢 我剛剛講了嘛 以後toe只會越來越多會變少 OK 好日子過了 Right 那toe呢 美國的toe operator呢 也好多家 台灣就一家嘛 是不是 就是原通電收嘛 美國有這麼多家 那但是呢 最近有好多家從歐洲跑來啊 Span來兩家 葡萄牙來一家 意大利來一家 那他們也看好美國的市場 也要蓋更多toe 也通通跑進來 OK 那這些都是operator 但是美國也很特別 有很多consulting firm 他們呢會拿一個primary contract OK 然後呢 整個toe system的design construction operation 它會切切切切切切 美國很多project是切切切的 所以整個primary contractor 會是這集很有名的很大的consulting firm 然後呢 它切完之後 它會design給這個 construction給這個 operation給這個 Customer support給這個 它會這樣切切切切 所以你就要看 那我有什麼solution 那我怎麼去跟他們兜在一起 OK 美國是這樣 美國很強要specialization 很多公司就是 我就specialize 我就做這個 OK 那很多公司不會說 我就是一手包起來 所以這些大公司本身 它有很多的partner 幫他們提供很多的solution 但是你就是想辦法跟他們 跟他們掛在一起 OK 好 兩個regulatory requirement 講一下 很多人都很concerned by America Right By America nothing new 1933年就有了 1933年就有了 這是很舊的東西 好 那Fedal跟Fedal 這主要就是Fedal採購上面有很多的要求 OK 那簡單講一下 Fedal跟FTA有兩類自己的要求 那這個東西是 當例子 比如說 Fedal Highway 90%的steel跟iron 用在highway construction 60%的manufactured product highway construction 就是它的 有些東西 它不一定是 就除了這個 所謂的steel跟iron之外 有些是manufactured product OK 比如說它可能是一個 一個模板 一個系統 安裝整個 安裝進去的 一個香含 含管 這些東西 它也要說要 Meta in the US 或者Meta in the US Right 那50%的cost Micro-products of memory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寫在那邊 Fedal強調 Rolling stock Vehicle 百分之百 要assemble in the US 所以你今天說 我這個電動公車 你可以 美國要組裝 在美國組裝 OK 那其他的 像百分之七十的component manufactured product 這是Fedal的requirement 跟bus有關 好 Waiver常常會給 Waiver就是說例外 OK 有沒有什麼例外 可以不滿足這個條件 有時候會給 好 我們講這個USMCA 好了 全身叫做NAFTA 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這個東西在2020年 就被換成USMCA了 OK NAFTA很舊很舊了 同樣的還是跟加拿大跟墨西哥 OK 你只要是在這幾個都市 El Paso Tijuana Renoza Reno Laredo 這幾個就是在德州 一路到加州 這幾個邊界的大都市 裡面有很多工業區 通常是離邊境大概十米左右 射了很多很多工業區 只要你的東西證明是在那邊製造的 就是Mate America 會被認定是Mate America OK 或是組裝也可以 你就把原料送過去 零件送過去在那邊組裝也可以 OK 我在El Paso教書鍋 教過四年 UTEl Paso 德州大學El Paso分校教四年 我們那邊遇到很多台灣人 家裡的Family都在El Paso 每天就是Cross the Bridge 他就在那邊上班 OK 美國很多大廠 我們遇到什麼偉創 還有什麼幫助菲利普代工 洪達電 就是很多台灣有名的電子廠 其實在那邊都有廠房 OK 但是Space Provision Supercy General Rule 這是General Rule 那有些例子你還是要看清楚你的Case 是不是被認定是這個 OK 所以你要滿足條件的話 你要考慮那在美國設廠的問題 那邊設廠便宜 但是人不好管 不好管 OK 好 因為你知道對面是誰嗎 不是那麼好管 OK 他們常常就是 那些薪水領了之後呢 兩個月發一次嘛 領完之後就花光了 或者他下禮拜就不來 因為還有錢嘛 他會把錢花完之後再來 OK 那這個是比較挑戰性 比較大的地方 So cybersecurity compliance 這是很關鍵的 尼早跟軟體有關的 美國因為被害了太多次了 德州運輸部也被 那個什麼的 Ransomware也被攻擊過 搞了一塌糊塗 賠了一些錢 所以呢 這大家是 而且他們說 這個攻擊 特別是在過去五年 攻擊的特別特別的兇啊 好 這幾個好幾個standard 最常見的 你要這個聯邦做事情的話 這個NIST framework 我們都講 Cyber Security Framework OK 有好幾個 像這樣這個NIST啦 OFISMA啦 FETRAM CAMC 這跟DOD有關的 HIPAA 那這幾個是聯邦 就是說你的contract 都是聯邦直接下來的話 你要滿足這些要求 那PCI DSS就是說 你的這個系統 如果有牽涉到 處理到Credit Card OK 你就要滿足這個PCI HIPAA是說 你如果有牽涉到 Health Insurance Health Data 你就要滿足HIPAA 好 那我常常 我最近有遇到一些 國內常常說 我有這個所謂ISO 27001 跟SAC2 很好 但是他們不一定接受 OK 他們不一定接受 為什麼呢 因為 美國 每個州 它會有自己的 framework 我跟各位舉例 德州就有叫TexRank 然後呢 Virginia就Ecos 那其實他們都是從某些變過來 比如說 德州的TexRank 是從SAC2來的 但它自己再加 OK 比如說 SAC2 它的TexRank裡面 有300個Control 裡面有200個Control 是SAC2來的 可是它自己又加了100個上去 所以你跟我講說 我有SAC2 他說對不起 你還不夠啊 你只有200個啊 我要300個 所以你還要額外再處理 那像這個Ecos 是NIST來的 他們會拿這個 一個National framework 再去變 去改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 你今天說 一個團隊說 我們去攻德州 拿德州的Project 或有什麼能源管理系統 這些東西 你就要很知道說 那德州要什麼 德州的Cyber Security 這是比較關鍵的 好 最後兩頁 Concoding Mark 美國就叫做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Right The Dream Land 其實真的 我在美國30年 我的感受真的這樣 你只要膽子夠大 OK 那當然也要幾把刷子啦 那機會是蠻多的 但是呢 美國相對來講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 有一個 Sound Policy 而且它的Game rule 也是比較Logical 也許規則比較清楚 OK 走後門的比較少 但是你還是要需要 很多很好的connection OK 現在這個問題要來了 其實這個水很深 你的Pocket要夠深 你要進來呢 你要有心態說 我不是來這邊兩三年 我撈一票走人 OK 你兩三年都還在 可能都還在pay OK 所以你要prepare for the long game 你要manage the risk OK 所以你要第一個先知道 你要follow the money Where is the money Money怎麼走的 第二個呢 你要know the planning process 你要知道美國政府 這些機關 它到底是什麼 它的planning process是什麼 遊戲規則其實很清楚 搞清楚就對了 你要have good partner 自己進去工沒有用 因為這些政府的錢 大家都是打集團戰的 不要想說你自己說 我自己跑去找City 說City給我錢 不會的 通常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你跟他沒關係 沒有辦法 最主要是政府部分都很保守 不認識你啊 你有沒有trade record啊 我在國外海外做得很厲害 對不起 你在美國沒有reference account 你沒有trade record 常常就是no OK 你要aim long跟manage risk 也就是說 就是long game 也就是說 我有沒有打算 花個 投資個 投入個 三年五年十年這樣子 這個是 才會有 有聚會啦 Risk 就是說它的sale cycle 常常會很長 像我們常常就是明明要簽約了 我最近這個case 都這樣好要簽約了 突然那個Ecos跳出來 就是那個cyber security那些人出來搞一下 哇半年又過去了 真的就是出來一腳就是半年 沒辦法簽 那如果你要等這個半年 你要去 你這個invoice的話 那很慘 那就很慘 好 那這是我最後一頁了 好 那謝謝各位 謝謝邱博士精彩的演講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入這個QA的時間 那線上的話 目前是有一位提問的Paul E. Zhang 那他是想問 What is the alternative of the gas tax 或者EV is more popular 那就是有汽車的時候 這個課汽車稅 那如果EVcar越來越流行的話 這樣會課什麼稅 那再請邱博士幫我們補充 我剛剛提到了嘛 我不曉得 可能要回到那頁 也就是所謂的Mile Base User Fee 跟那個VMT fee OK 也就是說 不管你有沒有燒汽油 反正你開了 上路了我就抽稅 好 這是Future 這個就是 未來的alternative就是那個 那接下來想請問現場還有其他提問嗎 我們請舉手提問 就是剛剛邱博士有講到其實各州 很多錢都是在州政府那邊嘛 那現在就您的觀察的趨勢 因為其實很多人口當然是西亞很多 可是現在其實很多流通到德州 就東南方 那有沒有哪些城市或是哪些州別 在您的觀察起來就是 而這些基礎建設之外 其實也是人口會有比較多流動 也會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可能也對於這些基礎建設 會有更高需求 現在的觀察 那美國三大州 那個加州3900萬人 德州3000萬 然後佛羅里達州2200萬 那這些其實的數字來看的話 就是加州人口在流失 德州跟佛羅里達州都在增加 OK 那很多很多 新英格蘭東邊的 像Detroit那邊 那也在流失 那主要就是大家往南牽 可能也跟氣候有點關係 那他們說很多baby boomer 因為年紀變大了 他也是往南牽 那那些人退休 很多人也是退休到Arizona 那那個就不談 因為退休人口通常 他不會參與勞動市場 OK 那至於真的是很active的勞動市場進來 其實the big winner就是德州 OK 就是big winner的德州 那剛好德州 他其實除了人口進來 他公司也進來 所以說他的公司稅 消費稅收了很多 所以他剛剛看到那個 沒有哪個州比 都更有錢了 所以歡迎來德州 如果有興趣的話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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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一下 大法案IAJ推了之後 然後就像剛剛提到 這麼多新的cast right 這個選舉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 這些東西的pileign 就是你的看法是什麼 然後我們要怎麼去留意 這樣的一個奉獻 我們這邊有沒有這個 這個話我很難回答 我想說你有沒有經歷過 政黨輪替之後 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基建法案出來 那通常美國是不會有什麼異動 還是說還是很難說 應該這樣說好了 spending呢 政府以公共支出 來推動這個經濟發展 這個是不管哪一黨都會做的 OK 因為當初整個COVID的時候 整個經濟是整個drop下來 但是你會發現說 奇怪 為什麼那時候經濟drop下來 因為股市一直往外 一直往上衝 那當然是跟很多熱錢 流回到股票市場有關 那 我覺得啦 就是說 共和黨跟民主黨 當然他們在某些funding的 某些類是共同的 比如說highway construction 他們都是support 因為這是一個火車頭 但是可能比較controversial 就是我覺得啦 就是public transit OK 就是共和黨比較不傾向大眾因素的建設 OK 那這個是historical的吧 OK 那你說他們會不會 因為反而已經在執行 我不覺得美國的制度不會讓你 所以他比較完整的時候 他不可能說你今天一個人 比如說一個市長上來 他有權力可以把一些已經在執行的計畫 或是馬上就把它切掉 美國的法規制度是不允許個人意志 可以做那麼大的power 這是他比較 我剛剛講的就是他遊戲規則比較清楚的地方 比如說在你前下來到州 我跟各位講一下 前下來到州 比如在Houston地區有一個叫NPO 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 它是整個跨部會的一個decision body 比如說唯一百個million進來 它裡面的這個policy board member 大概有25個人 還有所有市的市長 還有state senator 或是representative 就是elective official 他組成一個body 就是決定我怎麼分這個錢 那他裡面決定的project 他要從一個所謂的長期規劃 long-range plan 他們有一個交通規劃 一個plan 他只能從裡面抽出來 也就是說我今天有個long-range plan 裡面可能有兩百個案子 兩百個project 是將來在某個時期要蓋的 他要從裡面挑 來allocate funding 所以他其實這個東西都卡死死的 他不可能說市長一上來就說 我要要個十個million 來蓋我一個petproject process是不允許他這樣做的 那NPO還有一個特色 他的經費是獨立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經費 我不會因為我市長討厭這個NPO的人 我就把你經費砍了 也沒有這個權利 他們的整個預算各方面都是獨立的 所以他們是一個很獨立的一個機構 所以他們你會發現 美國在很多法規的制度設計 就是check and balance 就是講好聽你check and balance 講了聽有時候互相卡來卡去 那這個都是一個民主制度下面的一個特性 謝謝 我是台灣市西西西西安公司 我們公司是做顧問的服務 我想問一下就是那個buy American的這個方面 針對如果沒有一個實體的一個產品 如果是比如說設計或者規劃這種 就是顧問的這個服務 你覺得這個限制的困難度有多高 然後台灣公司是不是有辦法進去這個市場 在美國 比較少 你就來設分公司就對了 很困難 有啊 我們在美國看到歐洲的分公司就進來了 就設了branch office在那邊 因為 eventually 你也知道嘛 你要拿到project 就是你要做business development right and you show your face you have to mingle you have to hey right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everybody is a fair game everybody can do that but it's quite difficult right like setting a branch office or like subsidiary is difficult if you have a project that for instance you get through like public bidding like so let's say like a big design project how realistic do you think it is for a Taiwanese company to provide insulting services without setting like a local office do you think it's realistic or it's it's hard it's hard okay and as you catch 22 without local office it's hard for you to get a project because because of those regulations no no it's just because they don't they don't feel comfortable give the project to someone they don't even know but but plus to that they require like being American and having in addition to that they also require for the consultant to be to have U.S. qualifications credentials track records et cetera et cetera so basically you have to comply with those by American standards consultant usually require PE professional engineer license right so you have to have texas PE that's one threshold there right and then you have to have qualification showing you have done project in the U.S. and and the rest of that right there right so when they rank consultants they score out every categories so naturally you rank low if you don't you don't have all this qualification so it's not really a requirement it's just like you make your rank much lower in those scoring thank you the and the mail and you say you that's how i actually get this started cheu itter you h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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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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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how 我是說我們台灣是一個比較小的一個區域 我們有10個行架 從北到南10個 北上10個 可是如果以後 Based on the money to collect the money Based on the money 那美國這麼多的州 高速公路是連結在一起 那各州的政府這個收錢是不是已經settle 這個怎麼樣collect the money 那因為我從加州開三天可以到米蘇里 從米蘇里開三天可以到DC 那這個一天可能會穿過好幾個州 怎麼收錢 這個very very good question 這其實特別是那種東部的州 德州就算了 你常常開一天一夜你開不出去 東部的州可能就是一天就開 現在就穿過三個州 所以你要清算清分這個東西就很複雜 OK 所以他們一直都一直在糾結 就是technology就是一個Dongle 你今天要設 就是說他們有 那些車子有一個Dongle 那些車子有Dongle 放個Dongle進去 然後又記錄engine的data 然後再連到一個APP GIS tracking 這個東西他們覺得好像也有必要 因為總是要知道你要知道你去哪裡 那另外一支門架 門架這個東西是很…應該說門架是有它的局限啦 因為你不可能deploy everywhere 那我如果說平常我就在都市裡面市區道路跑 我根本就不上Toro的話 那怎麼辦 OK 那另外一方式就是說 你今天也不出去 你就是在Huston裡面跑 那最後他們說 那可能有方法就是你每年要做所謂的emission test 排放排氣 你就是你不拿 你不pass那emission test 你沒辦法換那個sticker 你沒辦法去review你的license 那那時候你在emission test 他就把那個odometer就read了一下嘛 就把它抄下來 Right 所以他們每一個不同的方法 他可以work with some use cases 但不會有一個方法是perfectly cover everything 那因為現場時間有限 我們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給台大電的汪先生 邱國志您好 是這樣 那個這邊 OK 剛剛您提到那個go to market 其中有提到那個eV的infra 那我很好奇 even is tier 1像charge point 一年要虧300個million以上 那幾乎每年都在有新的錢進去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就是so far好像還是很難從 因為infra要花很多的錢 那似乎我們看也很難在很短的時間內去break even 因為它已經是美國第一大這個charginginfra了 可是一年都還要虧這麼多 我不曉得說你怎麼看這一塊 其實有很多考量啦 為什麼他們一直扔錢喔 車潮就是人潮 人潮就是錢潮 OK 所以我今天而且美國 你如果玩這個東西還要想到土地開發 他們其實腦子裡面後面帶著那些東西 所以他不是只是跟你 他不是只是想要在這上面賺錢 他說我這蓋起來之後 我車子開始帶進來之後 我旁邊再開始怎麼做中和的商業開發 全部都一起弄 所以他們的那些玩那些比較大型土地開發的人的 腦筋不是我們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們也玩得很熟啦 我想台灣可能也有蠻多人會這樣玩啦 所以其實帳面上看起來好像不make sense 其實他們都已經算過了 那我們就非常謝謝邱博士精彩的演講跟分享 接下來外貿協會邀請到美國SAFE智庫創辦人 暨CEO的Mr.Robbie Diamond 為大家來說明IRA降低通膨法案的緣起 那我們就請Mr.Robbie Diamond 進行線上的演講 那我們歡迎他的演講 謝謝 Hello my name is Robbie Diamond and I'm the founder and CEO of SAFE and the Electrification Coalition I'm sorry I couldn't be there in person but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share some remarks electronically and I hope to be there next year What is SAFE? SAFE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was founded initially to end oil dependence for the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United States this happened over 20 years ago but we've expanded because ultimately what we care about is that we are not dependent on authoritarian regimes for our military and foreign policy and what we know from history is that both countries go to war for resources and energy and they win wars based on resources and energy I would just quote for one minute Joseph Stalin from 1942 when he said about World War II this is a war of engines and octanes I drink to the American auto industry and oil industry and certainly we've seen in recent years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Ukraine and how important the industrial base of any country is to military success so SAFE is really focused on this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 of our energy transportation and the supply chains that will make up this new energy and transportation revolution what we are concerned about is when you compete against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opaque supply chains you really have a hard time competing because those supply chains are vertically integrated and of course they're being manipulated throughout the process and that makes it really challenging for market friendly market based and rules based economies that are really focused on their free markets to make this to make this competition happen so we believe that we need radical transparency in our supply chains we need to infuse those supply chains with our values both human rights labor environment and have enforcement mechanisms at our borders as well as inspections and that radical transparency from the mine all the way to the final product with the processing and precursor materials and other components and manufacturing in between will really be how we how we compete and this isn't jus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really for the entire western world if you look at the auto industry as being really the key component of the entire western world we have a dramatic challenge on our hands this challenge comes from the transition to electric vehicles and also the transition to other new energy technologies and what we need to be concerned about is that as we make this transition from oil which was the initial idea of the safe we don't go from the what we like to call the saudi frying pan into the beijing battery fire we're also we'd also note that the same materials that are in in a car these days an electric car you know in america let's call it the f-150 lightning is the same materials that are going to be in an f-35 so we really care that the that the that the minerals that the materials the semiconductors and everything these are the same thing so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is you know really strong global supply chain so in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biden and address this with several bills we've got the the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bill that it started with the chips act as it's known and then the ira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and really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s not just a sig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you know wanting to do this but that they want to do this bo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th allies and i would just point to the supply chain provisions that many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you know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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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it take to comply you know with this now it's not it's a it's a massive amount of money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throwing at this and of course lots is still unknown as people are waiting to hear you know how the government will define many provisions but it is certainly a sign that th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serious about both both bringing a lot of the supply chains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to that north america and then to allied countries for people who don't know and you know one major provision in the ira is for the mineral and they were defined as you know pre-trade countries would get certain extra benefits you know at all it depended if you're mining or processing if your precursor materials your batteries i won't get into you know all the all the details but i think that just shows how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of course just thinking of itself but also you know of the allies um you know big events that have happened in the last uh in the last years i think starting with um you know covid was a big wake up sign for the western world they just didn't have what they needed then we had the semiconductor shortage um you know and all these cars sitting on empty lots and then finally you get this war in the ukraine and those three things have come together to really give a a certain um you know very seriousness and of course politic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know one issue is certainly the um you know what they see as a as a as a threat um from uh china and other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is you know as they would say uh war on democracies or the fight of democracies against authoritarians and i think this is you know pushing all those things in this direction where you do see more bipartisan support uh in america so what will we see you know there are still fight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on how to define these things i think there arepeople i would call in the climate camp who might say look we don't care where we get the products we just want the products now because we have and um we havean existential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but then there's another group that says look we need to we worry about the supply chains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because we can't you know have this new dependence so maybe takes a little longer to get some of these products but we have to take that time because in the end we'll regret i'm not doing that i think you know i think what people can expect is that yes there's a going tobe over trillion dollars spent on this and there will be backsliding although you know the bill is is a sign of what i say this dramatic shift one way you know in american politics inside this administration there are going to be you know arguments about doing this and so we'll see some from shifting but i think overall over time one can feel confident that we're going to that we're going to see probably stricter and stricter provision so as companies decide how to participate they should be thinking not how they i think fit into the current definition which again might be lightened maybe less stringent than originally planned but really think about it what will be for the next decades because these are multi-billion dollar multi-decade de decisions that people are going to be making and you one has to be thinking where politics is where geopolitics is going and just to be i i think on the safe side for your investors for your shareholders for your workers is probably to take a more stringent view that over time this will change you know i travel a lot around the world as i said before i don't believe the united states can do this we don't just focus o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focused on creating this radically transparent supply chain infused with our values with enforcement mechanisms not j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standing up with canada australia the european union south karia japan taiwan and really all doing this together and i think that's how we win and how we don't have a race to the bottom but we ultimately get a race to the top so on my travels talking to other governments companies policy makers i'm asked of course now like will donald trump win and if donald trump wins what will happen to these these provisions because these were passed just with democratic support and not with any republican support and i think the you know one cannot know the answer but but a few things when big things are d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big policies typically you know they're not just reversed it's very hard to just reverse something you know i would note that obamacare when president obama created the healthcare bills you know many republicans i mean they came into power on that and it's still the law of the land it might be changed a little bit donald trump created the trump tax cut and you know democrats had full control and yet they they didn't change it so for the most part i think overall the the direction of this is probably in the right way now might they come in a new administration and redefine some of these terms as i said before definitions make them more stringent maybe focus a little bit more on other parts of the supply chain you know that that is a very possible but again you know they just can't these are many of these are just tax credits and they have to give tax credits because they're part of the wall unless they they get rid of it now for many of the grants the companies are coming to get in the unitedstates to build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ere might be some delays i say there might be some shifts in focus you know but ultimately i think that the the money will be spent much of the money currently being spent in the unitedstates is going to red states republican states you know what we call used to be called the bible belt in the unitedstates is now called the battery belt this is tennessee georgia kentucky and so those are all republican governors so they're going to come and say look you know we might not want to talk about electric vehicles we might not want to talk about climate change but this these are good jobs and this is a really important to us so i think one has to think that and plan that you know there could be some changes but ultimately overall this is the direction you know we're going for a long time the other question i get beside will donald trump win is you know what is a 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 for those of you who follow this it's a it's really important definition certainly in the semiconductor space you know you're you're not allowed to you know buy or or work with or have ownership of country countries really from entities that are you know china russia north korea iran um now the 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 is slightly written slightly differently for batteries but ultimately if one looks at both provisions that came out about the same time they're very similar so i i would say it is probably hard for the administration to have a stricter 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 provision for assembly of conductors which does have more national security focus currently than batteries but likely the 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 will be very similar you know forbatteries and and again i think you know overall my message is what you see today is not necessarily the provision you're going to see over time you know the 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 provision you can be legislated and tightened every year through bills like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which although our politics is a little crazy at the moment tends to tends to happen every year so i think it is a bit of a moving target and the safe thing to do is to is to plan and plan accordingly now you know i i would just say um that taiwan is you know essential now clearly uh it's essential for the semiconductors um all the semiconductors that are in basically everything we have when we have on and off ship on and off switches uh we need uh we need uh just lots hundreds of semiconductors you know in every vehicle let alone every you know weapon system or or other power electronics uh that we we have so you know very important but of course there's all the other areas um that uh that taiwan from the from the from the processing of the minerals to the batteries that can be made to the manufacturing that can be done you know just critically important piece of what i'm calling this um you know allied supply chain that is not only going to um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but be diversified and i think as an organization we really are focused on this question of diversity um you know it doesn't have to be in one place in fact it's unsafe to be in one place but what we need are very strong um supply chains you know amongst the allies keeping out um i think the competitors that you know are not competing you know fairly as i started talking about how we have opaque supply chains versus what we need is radically transparent uh supply chains and and then countries can decide are they willing to let inspectors you know come into uh their countries are they willing to live by these standards u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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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just create one supply chain for themselves that might be dirty and one supply chain that might be clean that can be shipped um to the to other parts of of the world but really this this idea that we really know what's going on infused with our values and is ultimately um is ultimately um enforceable and i think that that's where we are and uh it's exciting to i think it's an exciting moment i'm watching not only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 that's happening um when i started uh safe 19 years ago we never had the solutions um to actually solve the problem we wanted to solve um at the time was really focused on oil which is why we became big advocates of electric uh vehicles um so that we'd have diverse fuels going into our cars we didn't have that or any of the other amazing innovations we have but really this fusion of sensors and big data and uh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nd powering using solar panels and wind and batteries allows us at this moment to really rethink um not only the way we move uh ourselves but move our goods um as well as power our societies it will be hard it will be difficult it will be long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make sure that we uh live by our standards um and that we you know don't build our next uh decades um on the backs of uh you know human rights problems slave labor you know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we can't have a hear no evil see no evil problem just give us products and then um and then we won't uh and we won't know what's going on um so i'm quite hopeful um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is making a massive investment i think it is uh working with its allies to bring them into this investment um as part of different types of of uh entities like our mineral security partnership um like uh the money that they're handing to foreign companies to come uh build in uh in the united states um in north america so i hope to join you next year in person be able to answer some of your questions um but please feel free to reach out to our organization safe um our electrification coalition www.secureenergy.org i'm robbie diamond again and uh and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you uh hearing from you and working with you so we can have a um a really uh future that is built on our shared values of democracy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free press thank you so much 好那就謝謝這個mr robbie diamond他的演講 那相信大家已經對這個 ira降低通膨法案 就是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那接下來我們就邀請資成稅務諮詢顧問公司的蔡宜新董事 那為我們說明降低通膨法案的這個影響 對以及就是我商如何透過該法案來取得補助 那我們歡迎蔡董事謝謝 好大家午安那現在已經快到四點了 所以我們會盡量就我會盡量在時間以內先把這個資訊先分享給大家 那說完之後呢如果大家對於譬如說現在比較新的一些美國的一些稅務的規定啊 或是說一些市場怎麼去設公司要有哪些考量我們可以再做討論 那今天會cover到的議題主要是跟我們申請這個稅務優惠有關係的 那嚴格說起來其實稅務優惠會會給的對象基本上應該是要是美國設立的公司 那所以現在如果各位還沒有在美國有公司還沒有營運的地點的話 這個部分可能要考量一下那我們如果預計會到美國當地去做銷售或製造 那我們才有機會再去爭取這個部分的優惠 那 IRA 的部分是聯邦的法案 那聯邦其實以往是不太有機會直接給一些比較明確的Test Credit 以前常看到比較像是偏研發的這個頭底的Test Credit 那這次是特別針對跟這個 IRA 裡面有關於譬如說儲能或是一些綠色能源有相關的 針對你銷售的部分或是說你在這裡面投入的一些資產給你一個比例的Test Credit 這是以前比較少見到的那另外呢就這個州的層次來說 其實很多公司去美國說去設立之後我要去申請租稅優惠 很多都是跟州層級州政府去申請的 州政府申請的優惠通常是朝幾個面向 你投資金額多少你的資本支出有多少 還有再來就是你在當地僱用的勞工有多少 因為州政府會靠的稅收是州有所得稅 州會靠財產稅 州會靠這個薪資稅 這個部分它給你rebate 所以它要看你在當地增加的投資有多少 來決定給你多少的Test Credit 好 那我們第一部分會先來講這個45X 它是Advanced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Credit 這個45X是美國稅法的一個法條的名稱 很難記 我怎麼去記 因為X我們是講 它這個Credit相關的是跟銷售有關 所以X是跟Transaction有關的 你要有賣出去 你才可以去Claim這個Credit 好 那這個Credit的概念 就是說你如果是銷售一個所謂的合格零件 好 重點是要有出售喔 出售 而且是2022年12月31號製造且出售的零件 那麼你這個零件是在美國境內製造的 好 那這個就很重要 除了美國本土50個州裡面 這邊還有講到像這個波多黎各啊 關島 還有剛剛邱博士有提到USMCA 裡面就是加拿大或是在墨西哥Border城市製造的那些 如果它也是定義在Made in USA 那就可以符合這一個法規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另外一個條件是要有銷售行為產生 你銷售一定要是賣給非關係人 你不能說我左手賣右手我來跟政府申請Credit嘛 所以銷售給非關係人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是依照你的這個銷售額 決定你當年度可以申請多少的稅收減免 那這個部分就會跟公司隔年度的所得稅申報書一起去Claim 好 那目前這個45X試用的期間呢 是2023到2029年是全額 你申請的部分反正依照它的比例 一塊錢的Credit可以抵一塊錢的稅 那之後年度它給的Credit就會越來越少 預計在2033年這個會退場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什麼叫做合格零件 這幾個部分就是我們在不同產業裡面 IRA裡面想要鼓勵的產業 包括說像太陽能我們乾淨的濾電 然後像風電的部分 然後呢還有風電還會有一些它的結構的這個設備的製造 然後呢如果是跟車子跟交通比較相關的 可能我們會看這個電池這個儲能的部分 包括說你有電極材料啊 你有做這個電池或是電池的模組等等 那電池的部分它其實分的蠻細的 這個在申報的表格裡面其實就有列出來 它去分你今天賣出去的這個部分 你是叫做大家沒關係我們後續講義也是 如果我們有甜問就我們也會再分享給大家 好 就是電極材料如果你是賣電極材料的話呢 因為電極材料它可能是一大桶一大桶 或是一個比較大的量去做銷售 那它就是用你製造成本的10%可以申請Credit 然後呢如果你是做電池這個單元 Battery Cell的部分的話 那它有要求你要至少可以儲能 12瓦特小時的這個電力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是35美元 好 每千瓦小時 那如果你電池做完 你是做最後這個電池這個module的 這個廠商的話呢 你賣這個module出去 它就要去看喔 你的module裡面是有用Battery Cell的 還是沒有的 如果有Battery Cell 因為前面已經可能你的前一手 已經Claim了35塊的Credit 那你就只能再Claim45塊 如果你不是用Battery Cell 去做你的電池模組的話 你就直接整個模組可以就 這個每千瓦小時去Claim45塊的這個Credit 好 那45X這個就比較技術面一點了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所得稅的申報的 你要去Claim Tax Credit這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 它就是要在你出售年度的所得稅表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是2023年 我們有實際出售這些合格零件的話 我們是在2024年的所得稅申報的時候 務必要把這張7207的表填進去 那填進去以電池的部分 你看它這邊是有分非常多不同的part 每個part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有講的 不同種產業的合格零件 它所可以去Claim的Credit 它怎麼去計算 那以電池來說 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到底是Battery Cell的部分 還是我們是module有用Cell 有用Battery Cell或沒有 那這邊就很明確的 會看得出來 我們可以Claim多少Credit 那旁邊就是我們的這個 所出售的這個Unit 那把這一個表格填完之後 它就會跟我們公司的整體 可以去Claim的Business Tax Credit 合併去看 然後依照我們的這個收入 收入銷售額 還有我們的課稅所得來去計算 我們到底可以Claim多少 那如果用不完的怎麼辦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講 它可以遞延或者是 還有機會出售給非關係人 那申報這個7207的表 大家看到這個表格好像很簡單 就這個表格我們把數字填進去 自動就會算出來這個Credit 那政府稅局怎麼知道 我們填的對不對 那目前呢 在美國的稅務申報上面 並沒有說要求我們填這個表 後面要附上什麼樣子的附件 可是公司當然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基礎去計算說 你出售的這個數量是多少 那目前是沒有要求一定要提供附件 可是公司一定要備妥 因為後續通常我們申請這個Credit 稅局後續都會來做集合 如果集合發現亂填 可能會有相關的罰款 等於是說你去額外多拿了一些Credit 不但要返還還會有罰款 所以這個部分要注意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如果是賣給非關係 我們就可以去Claim這個Credit 如果兩關線的定義呢 就是個體間直接或間接有持股 50%以上 那但是有時候有一個 比如說有些公司在美國境內 它有設一個製造公司 有設一個銷售公司 最終賣給非關係人廠商的可能 都是集中在銷售公司 那如果有這種交易情形發生 是不是製造公司 又永遠不能Claim這個Credit呢 其實也不是 它還是會看我們的交易史值 如果今天在某個集團 在美國可能我們設有製造公司 那我們也有單純的銷售公司 因為需要養的人不一樣 它可能所在的周別地點也不同 那這個方向呢 我們可以去怎麼樣去Claim 如果假設以A這個交易來說 就是製造公司直接銷售給非關係人的 那麼很明確 製造公司隔年做稅務申報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去填 這個我們剛剛前面的申報書表 直接Claim 那如果是銷售公司出售的部分呢 如果說今天製造公司 因為它完全就是只有賣給銷售公司 銷售公司再賣給非關係人 那麼在這個情形下 可以去做這個Election 在報表上面去做一個選擇 就視為是由製造公司 直接賣給非關係人 所以製造公司這一段賣給非關係人的 還是可以Claim的出來 那我們的C交易的部分 如果今天某一個年度製造公司 賣給銷售公司之後就停住了 它還沒有再賣出去 那麼一樣可以去做Election 就是說未來這個銷售公司是會賣出去的 好是會賣出去的 但是這個Election的期間 到底是在前段製造公司 賣給銷售公司的這個交易的年度可以認 還是要帶銷售公司 最終賣給非關係人的這個年度才可以認 這個就要等我們稅局比較新的指引 因為如果是2023年開始有出售 我們第一次的稅務申報是2024年 好這個時間點還沒有到 所以呢我們看到的那個申報表格 裡面還有一些細節還沒有很明確 那這個後續有一些新的資訊會再跟大家做分享 好那剛剛看到那個45X是有Transaction的時候 有出售的時候才能Claim the Credit 接下來看這個45C C的話呢大家怎麼去記 這個叫做跟Capital有相關的 跟我們Capital Investment有相關的 所以它是針對我們如果有去投資製造的工廠 我們有所謂合格資產的投入的話 可以就我們的投資成本的一部分去申請Credit 好所以這兩個大家這樣就比較好記得 一個是跟出售交易有關的 一個是你只要有合格的Capital Investment 就可以去申請 好那這個呢48C的這個Test Credit 就是針對說外國的公司或是美國的公司 你只要有新的這個合格資產的投資 那它的目的是你假如是說你Re-Equipment 就是你重新去裝設或是你Remodel你的這個工廠 或是說你擴建工廠 既有的工廠擴建或是你新設立 新設立的這個製造的設施喔 它是要製造 那它製造的設施要是生產這些 所謂可再生乾淨能源設備 電動車相關組件的這種 我們要符合定義合格資產的話 可以去申請Credit 所以這裡面有幾個要件 合格資產的定義 它要是有形資產 而且一定要是生產所必要的這些設施 然後它要能夠適用折舊 所以這是合格 基本上就是機器設備啦 我們在製造所使用的這個機器設備 然後再來的話 它可以抵免的金額是這些資產成本的30% 這金額是蠻高的喔 我們如果是以製造廠然後我們機器設備的投入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都大概是幾千萬以上的這個資本投入 30%其實算是蠻可觀的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部分就跟剛剛的45X不一樣 45X是你不用事先申請 你只要出售的當年度你符合資格 你就可以直接在稅表上面去Claim 這個部分是要事先專案申請 事先專案申請你要先遞交concept paper 跟它有一個application form 遞交給誰 遞交給那個能源部 美國的能源部 然後能源部去審核之後 確定你的這個設施 你的這個工廠的確是符合規定的 那麼你才可以接下來去跟稅局 去做那個就是test credit的申請 那整個48C呢它有100億美金的這個額度 100億美金的額度 是沒有分週別不看你在哪一個週 那其中呢有40億的部分 是給這個Energy Community Census Tracks的專案 就是我們比較著重要開發的這些地區 那這些地區在哪裡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螢幕上 然後這些藍色點點的地方 那這個部分呢是 就是有這個乾淨能源普查的這個地區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現在比較 有一些是目前開發的沒有那麼多的地方 然後在中西部的地方 然後東部也有一些 那放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就優先有40億的金額可以撥給這一些地方 去申請 那這一個名單 這個名單的話是美國稅局在 之前今年初有發布一個notice裡面的appendix 有明確標示出是哪些地方 那就比較新 就最新發布的這個45C的act的QA裡面 有講到說這個 這些名單啊 它有可能會去做調整 每年稅局在做allocation 的時候它可能這個部分會去做調整 所以大家要申請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再去看最新的名單 才能看是是不是有機會可以 在這些優先試用的地方 優先試用優先撥補金額的地區 去做我們的這個設施的設立 好那就45C來說 它的重點產業有哪些一樣是像捷徑能源的部分啊 然後電網電動車太陽能這些永續材料 風力的部分 那以我們跟交通比較相關的電動車來說 它就包含到像這個電子電力的製造 好著重在這裡 那有講到像是跟電動車有關的半導體啊 我們這個電池的模組 好充電器 好 這個轉換器 然後還有這個充電站的部分 那我知道今天現場其實有一些是 比如說電動車充電站 或是我們電池電芯的這些製造廠 所以呢 就可能有機會要在美國製造的話 有機會去試用這個Test Credit的申請 好 那這邊就會比較細節一點點 是這個Credit專案申請的流程 好現在第一批 這個第一批48C其實截止日已經過了 好是到2023年7月31號 好但是大家不用回心 因為有100億嘛 其實可能第一階段是發布完的 好那第二階段預計是2024年會再公佈 如果第一階段來不及申請 還有2024年之後還有機會 如果第一階段申請的時候沒有申請過的話 後續年度也都還可以再申請 好不是說第一次申請美國就永遠被打槍 好那這個是48C比較複雜的地方 是在說它一定要先去 準備一個Concept Paper 那Concept Paper同時 國稅局跟能源部都要提交 好 Concept Paper內容有什麼呢 等一下要跟大家說明 好但是它就是你要先簡單的告訴他們一下 說喔你這個計畫是要做什麼 你的設施大概有多少錢要放進去 然後呢你只要提交 不管它是不是鼓勵你去投 就是它覺得欸你的這個案子 真的是很符合我們的這個發展的方向 還有我們要鼓勵的方向 不管你是拿到 encouraging letter 或是 discouraging letter 你都可以提交 好那這個部分是那個 DOE 能源部一定會回函 它一定會告訴你 它對你現在這個案子的態度是什麼 好那你收到這個意見函之後的第七天 七天開始 是你去申請Concept Paper的日期 好所以是你收到回函加七 再加45 所以是起始日的45天之內 你要去把你的application package準備好 好然後準備好之後呢 再也是提交進去給國稅局 好然後呢再來國稅局跟那個能源部 然後接下來就會進到這個審核期 那這個審核期目前是沒有說大概會有多長 好但是這個審核期只要期間結束 如果符合的話那個能源部就會通知稅局 也會通知我們申請人 好然後呢申請之後呢 IRS如果通過了 那它就會依照這個審核結果呢 告訴你它要不要給你錢 它還可以給你多少錢 就是你的這個project 就是你可以拿到的額度上限是多少 好但是不是說你拿到IRS的allocation letter 就代表你錢可以進帳了 沒有這麼容易 因為它是告訴你 你現在的資產是合格資產 你的這個投資項目的目的 符合他們要鼓勵的這個目標 但是你到底開始生產了沒啊 你還沒開始生產 我也不能拿錢給你啊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好像寫了一個報告 說錢要進來 到時候要是沒進來的話 那怎麼可以呢 所以還有後續的一些程序 所以才說48C這個credit 看起來好像錢蠻多的 好像人人有機會啦 但是可能各個沒把握 因為它的流程是蠻複雜 好那今天我們收到這個letter之後 收到letter之後其實是這個申請人 你要開始投產 你投產了之後 依照你投產的 就是你的這些資產開始使用之後 你再去跟稅局再用Test Filing的 副表的方式去申請Test Credit 好那這個案子能源部審核的重點是什麼 要去申請案子一定要知道 我們案子寫的重點 是不是符合審核人的要求嗎 那它的重點分四個 第一個是商業可行性 好我們去投產 我們這個製造出來的這些產品 是不是在市場上真的有人要買 好它是真的可以應用在產品上 你真的應用在產品上 你才有辦法去達到就是 可能捷徑能源嗎 或是說我們替代這個 石油的這個能源的效果 好然後所以包括說規模啊 你的成長潛力 你後續的預計式戰率 還有價格的部分 這個是一剛開始都要先想清楚的 再來呢就是我們製造的這個產品 它要如何有效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 好就是這個部分你的效力效益是如何 這個也是要評估出來 再來的話就是美國最近一直 川普上台之後一直在強調的 一定要是美國製造 你要怎麼樣去提高 你要怎麼樣去提高 美國境內的生產力 還有呢去強化這個乾淨能源的供應鏈 好因為 除了法案一直有 或是整個產業政府一直在強調之外 美國應該是從明年開始有一個碳排的法案要施行了 所以你如果就是提供給美國境內客戶的產品 你是比較低的碳排的話 對於他們後續在政府採購 甚至是說他們在出口到其他國家的時候 對於整個公司的這個碳排效益才會比較高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審核的一個重點 那最後呢就是勞動力跟這個社區的參與 美國政府不管是聯邦不管是州 他們在評估所有要給企業的這個租稅優惠的時候 都會很強調你帶給他們多少的就業率 你在這邊設公司、設工廠 你有多少的label force是來自當地 他們的薪水是多少 然後呢再來你如果是有從海外要找人進去的話 這個也沒有算在他們在要給你credit的時候的 這些合格label force裡面 所以這個都是要在事前去評估 那現在很多到美國去投資的公司都有 遇到一些困難是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所以剛剛邱博士有講到 現在很多人口其實是流到德州 才是說為什麼現在德州那麼多公司要去設立 因為他們可能有這個人口的紅利 再來的話可能他們離墨西哥比較近 很多人會從墨西哥那邊找一些勞動力過來 那所以勞動力跟社區參與的部分 也是我們去申請這個專案必須要先評估清楚的 那現在有一些州政府就是像經濟發展單位 他們其實也發現現在好像既有的勞動力不足 那想要怎麼幫外國廠商去解決這件事情 有些的腦筋已經動到了像建教合作的部分 很多現在的大學或是說研究所或是一些記職的單位 其實他們都有可以去透過州政府去跟他們談 有一些可能專業的課程 公司在後續的營運上面需要哪些專業的人才 這個部分可以在學校的教育裡面 或是特殊的學程去設計 讓你有機會在大學的時候去培養這些人才 進而有一個建教合作 你公司你工廠裡面比較容易 譬如說你找得到實習生 實習生後續轉正式員工 你也可以有就是比較有經驗的勞動力 那後續在你整個生產的過程中也沒有 也比較不用擔心就是這個生產勞動力中斷的問題 好 那這邊就是講到這個concept paper的部分 那剛剛有講到有幾個重點 就是我們必須要去講這個我們整個專案的一個概述 然後我們的可行性商業計畫 我們的管理的計畫等等 然後還有我們當然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這個合格設施 我們要做出來的產品的內容 在供應鏈的哪一端 我們最終是怎麼應用在終端產品上面的 然後溫室氣體的排放剛剛也有講 還有就是最後面這一項的這個勞動力 那concept paper 它必須要在我們有一個能源部上面的一個 exchange portal上面去提供 這個所有的東西都是要線上去去申報去提交的 那這個 exchange portal 它其實是說可能美國境內的IP才進得去 那如果有些公司想說 我現在想要去申請 但我還沒有設立美國公司怎麼辦 這個就是要先事先思考的 所以如果2023這一趟來不及申請 我們展望2024應該還有機會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其實就是很好去思考 美國設點佈局的這個時間點 那再來就是比較細的application later 那我剛剛前面有提到它的時間點 就是你如果收到DOE的回覆之後呢 7天開始齊算 然後45天之內你要完成遞交喔 如果沒有遞交的話 那就也是要明年請早 那它的內容一樣 像剛剛有提到的這些部分 那會有業縮的限制 然後另外就是這邊一個很重要的 一定是要有你這個申請的這個公司 它相關的公司設立的一些執照 所以這個一定要是公司設立完之後 然後呢還有另外一個就是concept paper 裡面 可能是比較概略性說明的 這邊就會需要提交比較細節的這個datasheet 是用Excel要提交你可能評估的數字的來源 還有你的一些計算的細節 再來就是appendix 那剛剛講到不是說我們拿到IRS的allocation later就結束 那這個時間點是怎麼樣去安排呢 今天我們在專案申請的時候 我們取得許可 許可有兩個 一個是能源部發的certificate letter 一個是國稅局發的allocation letter 所以它的流程會是這樣子 我們今天收到allocation letter 就是國稅局同意說我最高可以給你這個資產 多少額度的test credit之後呢 你在兩年之內要投產 那你投產的時候你就要向能源部再去提交這個所謂meet requirement的這個證明 所以它的流程就會是這樣 公司投產之後拿到這個有這個相關的證明文件提交給能源部 能源部就會去審核 你是不是真的投產了 投產了之後 那它審核通過它就會通知IRS 也會通知公司 然後呢IRS會寄送這個certification letter給公司 所以今天你是要收到這個certification letter 你才可以去做後續的那個就是租稅 就是test credit的計算跟審報 好 那取得certification letter之後呢 公司還要再提一個投產的證明書 好 我投產代表說我所有的機器設備 已經placing service 已經開始在用了 開始在用 那你提交投產證明書之後呢 能源部也會看了 決定覺得沒問題了 好 就再通知IRS也通知公司 那麼公司就可以在你投產的這年度 去做稅務申報的時候使用這個稅收扣底 好 所以這個流程是真的相對複雜啦 那後續簡報會再提供給大家 大家如果再看有什麼問題 我們都可以再做討論 好 那在投產當年度呢 終於我們可以去申請test credit了 那就是透過我們這一個 好 另外獨立出來的一個叫做 form 3468的這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你不能說我單獨申報喔 不行這個都是我們公司 所得稅申報書的附表之一 它是不能單獨送給稅局的 它不會收 它一定要透過附在那個稅務申報書 後面一起去申請的 那它申請的話 大家下面就可以看到 它最高最高 如果也是符合那個勞動力的標準的話 最高可以申請我們成本的30% 好 當年度已經投產的成本的30%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剛剛也花了一些時間 介紹了45X還有48C 那通常啦 美國稅局在給優惠的時候 不會讓你一魚兩吃 好 你申請其中一個 可能另外一個就不適用 好 那它要怎麼樣去交互運用呢 好 通常就是 你如果產品賣出去的時候 是 應該是說 你如果那個設備合格資產 已經申請了48C的話 那你從這個合格資產製造出來的產品 你再賣出去 就不能申請45X 好 這樣才不會說 欸我合格資產又拿了Credit 然後我賣出去的東西 又可以再申請一次Credit 就是一魚兩次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好 所以原則上就是 同一樣 一樣東西 它不能同時適用兩個Credit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簡單的舉例 假設生產單位A 它生產的產品會用在B的流程裡面 好 這兩個我們假設它是獨立的 它是沒有關係的 那生產單位A呢 它已經符合了48C的資格 所以它有在實際投產的年度 去申請了48C的Credit 那它後續賣的產品賣給B的時候 A就不能再申請一次45X了 好 那但是呢 B它這個生產單位 它雖然它的產品裡面 是有一部分是跟A買來的 但是它自己本身不符合48C的規定 那麼它所指 銷售的產品 只要是符合45X裡面的條件的話 它是可以申請45X的Credit 好 那所以到底我們是 如果我們是符合這個 有合格資產 然後我們賣的東西 也是合格的這個產品的話 我們到底要拿45C划算 還是48X划算 這個就是要試算的 沒有說一定哪一個比較好 要看公司整體你的營運 你是需要多拿一些現金 還是說你其實東西製造出來 你的turnover很快 你很快就可以賣出去了 那這個去做一下評估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一般美國的這個 那個租稅優惠 它基本上呢 它只能抵稅 不會給你現金的 一般來講是這樣 所以我們是規定在我們的 所得稅法的38條裡面 那它的抵免上限喔 每年喔 都有說是25000美金 加上你如果抵不完 你還有一些因納稅額的話的75% 沒有用完的話 你可以就是carry over 或carry back 好 那但是因為今天這個IRA 是鼓勵大家嘛 你要鼓勵大家 又給大家這麼多的限制 大家都想要趕快可以 是不是可以拿到錢 拿到退稅 所以呢 針對這部分有新的這個法是 6417跟6418好 那針對6417喔 是只有適用45X 就是你有銷售部分的test credit 你可以去申請退稅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它就是有去算說年度 好 這個你要去做一個election 去在這個年度呢 去看是不是你這個 核准的抵免額 有沒有超過你的inna稅額 有超過你當年度就可以申請退稅 好 那你這個申請退稅的部分喔 的抵免額度 你如果沒用完 你也不能轉給非關係人 好 然後呢 你如果選擇說 那你今年我拿到抵免額 但我不退稅 你後續年度耶 就這個部分不能退稅 你只能就當年度 新拿到的抵免額 決定我今年要不要退 遞延到之後年度 之後年度也是只能抵免那稅額 好 所以這跟公司的現金流量 會有很大的關係 那再來的話呢 是你如果是這兩種credit 你用不完的 沒用完的 或是說你評估 其實你後續也用不完 好 也用不完的話怎麼辦 其實它可以賣給非關係人 好 你可以把你拿到的這個credit 賣給非關係人喔 那一定要是用現金 不可以換別的東西 就是拿現金 好 現金賣給非關係人的話 這個是免稅收入 好 就賣出的人 你不用課稅 可是相對的 你買的這個人 你也不能當那個 就是 在計算那個 課稅所得的credit下 好 這樣比較公平嘛 一邊免稅一邊就是 你的稅上費用不能credit 但是買進來的這個人喔 他是 不可以 再 那個 轉給別人 好 那如果 我是 應該是說 他可以轉上的部分 只有當年度產生的 好 如果我已經carry over 到下一個年度 我用不完嗎 我carry over到下一個年度 就只能我自己用 我當年沒有賣出去 我以後也不可以再賣給別人了 好 這個部分要 給大家做參考 做留意 好 這邊也是 就是剛剛 很 比較複雜 看起來看不懂的文 就中文字好像每個字都看得懂 點起來就看不懂的意思 我們用圖示 就比較簡單 讓大家了解 好 那這個 不管是 五年退稅呢 或是我們要拿這個credit優惠轉讓 另外要注意的事情是 每個資產 好 因為你不管是45x 你是賣產品嘛 48c你是有 去明確定義有哪些合格資產是符合的 你要去做 退稅或是這個credit轉讓的時候 每個資產都要去取得一個註冊碼 好 每個資產都要取得註冊碼 好 然後呢 你在申報年度 不管是退稅的 申報年度 你要附上退稅申報表 你也要提供說你是有哪些註冊碼的 這些產品 你去申請退稅 那 如果是銷售的話呢 轉讓的這個statement 也是要 在稅報上面去提出說 你今天是轉讓 跟哪些合格資產 有關的這個tax credit 好 所以這些資料 就是在生 就是有些時候 大家在 拿credit的時候 都拿得很開心 但是後續沒用完 要轉出去 或是要退稅的時候 有一些資料沒有保存好 你就會延當 或是你可能根本沒有辦法去適用退稅 或是優惠轉讓的部分 那就會有點可惜 會有點浪費 好 那 這個是我們在 我們整理一下 這個法條裡面的一些Q&A 就是呢 預先申報的部分 這個是目前線上申報系統還沒有出來 所以這個後續 我們要怎麼樣 預先申請我們這個退稅 或是這個稅額轉讓呢 後續會再 從這個線上 預先申報的系統裡面再去看到 那 註冊碼跟轉讓碼 就是目前應該是 每一個資產 都要有自己的一個號碼 好 你只要去 要去做這個稅額轉讓 或退稅都要申請 不管你是 一個資產的全部 的金額都要申請 轉讓或是只有轉讓部分的金額 好 然後再 第三題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你的資產 你可能有拿到州政府的補助 好 你買的時候 或是說你在用的時候 已經有州政府的補助了 那麼 你在申請聯邦 這邊的補助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金額上限 好 舉例來說 就是如果A資產 我們的成本是 是 1000萬 它有拿到800萬的政府補助 那今天算出來 我們 這個1000萬 都是符合資格的合格資產 我們最高 30% 的這個 credit的部分 就會被減少 被受限 只剩下 這個200萬的部分 如果要申請退稅 最多也是200萬 不會說 政府 讓你免錢 買資產 又 再送你錢 好 所以這個應該是 每個地方都有類似的規定 好 然後再來呢 如果是說我今天跟別人買了抵稅額的話 好 我只能去抵扣我的英納稅額 就不能申請退稅 好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好 那以上就是聯邦部分兩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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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IRA有關的 Test Credit的介紹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各州的部分 好 那這個圖是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啦 現在美國 好 美國的50個州別 有哪些的州呢 有這些 有電動車的品牌 好 這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我們未來要去投資的話 好 美國那麼多州 我們要從哪個州先開始 好 通常就是大家看客戶在哪裡 我們就去哪裡嘛 好 因為客戶在的地方代表說 你可能要有銷售辦公室 好 你的員工可能要跟客戶比較 近距離的聯繫 所以呢 你既然有辦公室 而且你的貨可能也要放在那個地方 那麼 那裡就會是你 去設立公司的 首要的選擇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是基本嘛 你一定是跟營運有關係 好 的州別你才會去設點 或設公司 如果你 今天公司在美國 你有好多個州都要去 那怎麼辦 你是要設好幾個公司嗎 也不一定 好 我們可以透過 比如說美國去設一個 美國自己的控股 好 由這個控股公司 再往下設不同的分公司 或是子公司 好 來做一個我們整體美國的 營運架構跟可能租稅 所以 得一些比較有效率的規劃 好 那 美國現在電動車 其實有一個叫做 National Electric Vehicle Infrastructure 的這個 NAVI的這個法案 這個其實就是 很多州政府 在跟聯邦 去申請這個經費 要投入到基礎建設 還有跟電動車相關 的這些 的 一個資金 好 那除了 這個 這個資金 其實是 每個州都有去申請 但是不見得 大家都有拿到很多錢 好 那除了這個 資金來源之外呢 其他有一些 我們有highlight出來的 幾個州別 就是 剛剛有講到像鐵鏽帶 電磁帶 這一塊 然後還有 我們現在最 最熱門的像 德州啊 然後亞利桑那 新墨西哥州 就夾在中間的 他們其實 自己 各州都有針對 比如說 電池 像電池產業的 財產稅減面啊 或是 你去設 或是建 這個充電站 它會給予一些補助 各別州別 針對 電動車這個部分 有一些 他們自己的補助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 就是 NAVI的program 它基本上呢 就是 交通部發起的 它是給 州政府資金喔 所以就像剛剛邱博士講的 有一些 這些經費 並不是說一般公司可以拿 它只有州政府 市政府 或者是說一些交通的那個 單位 organization 可以去申請的 那所以 這些其實就會是我們 未來要交易的對象 未來 我們去社公司 不是說我們東西 永遠都是賣給最終消費者嗎 我們要看哪些人 會買我們的 產品 然後裝到他們 可能最終的 這個商品上面去 所以呢 就會是 它給這個 州政府的資金 那這個部分 就包含說 有 電動車充電站的設計 然後呢 像現在有一些公路 它們可能也會有像太陽能板的一些設置 讓它也可以有一些那個電力的蒐集 那這個部分 比較強調的是 充電站的安裝 它的網絡的部分 因為現在很多新的充電裝 充電站 它除了提供充電的功能之外 它其實也會去做一個數據的分析 你在充電的時候 它就會大概知道說 一天大概來這邊 有多少台車 大概充了多少 那這些其實都是一些 然後它在這邊待了多久 都是一些數據的分析 然後充電站的維護 然後這些數據的分享 然後呢 它再來就是你如果要申請這個Navi的部分 你的充電站它是有一定的規範的 你不能只針對單一品牌的充電站 你一定 現在非常多都是做跨品牌都可以充的 或是說它只要把一個轉接頭轉上去 那個充電站就可以幫非常多不同品牌 因為有些品牌 他們就覺得我要做我自己的 我的槍跟我的那個頭 都是特別的連結 這樣我自己就有我自己 一直源源不絕的供應鏈 但是這個對於政府來說 還有說我們要去維護 或是做這些設備的廠商來說 是非常麻煩的 所以其實它這個也是希望是說 不要好像專屬獨厚某個品牌 要是做非專屬廠牌的部分 然後呢要能夠提供多樣化支付的部分 然後大部分的廠牌 或是說像大眾使用的這些公車啊 大眾運輸工具 這個品牌是指車子的品牌 車子的品牌 車子的品牌 因為你是充電裝是跟著車子去連接的 那這個部分現在是到2026年 然後已經核准的州 其實下面我們有統計的數字 就是每個州已經拿到多少錢 所以這些資訊都是公開的 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哪些州現在有比較多的資金 可以去做這個部分的投資跟採購 那這是20 我們在網路上看到這些資金 現在已經核准發放 或是預計發放的部分 其實拿到最多錢的第一個就是德州 因為德州的這部分的網路 真的是 現在應該就是一個蓬勃發展 往上走的一個趨勢的地方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加州 第三名就是佛羅里達 其實就是剛剛邱博士講到的三個 現在美國真的人口比較多的幾個地方 那最後稍微提到一個 就是州城級的租稅優惠 我們這邊放了兩個 一個是Georgia 一個是New Mexico 會放這兩個是他們有特別針對 電動車產業有比較明確 以及金額比較明確的這個租稅優惠 那第一個是Georgia Georgia針對電動車產業是 你如果有提供新的全職的工作機會 它會給你這個Test Credit 最多五年 那這個基本上它就是看你薪資稅 你繳了多少 它給你Test Credit去做抵扣 那這個工作機會呢 它是依照我們看下面這個表 依照你在不同的區 會要求你有不同的最低這個就是Workforce的人數 然後你有每一個Headcount有多少的抵稅額 那所以可以看得出來你Tier 4 這個是你要有最高工作數 那你也拿到比較少Credit的這個地方 就是比較大城市 比較都會區的 那Tier 4 哇你只要有兩個工作數 你就可以一個拿到3500塊的Credit 這個就是其他還帶開發 希望我們多去開發的地方 那這個工作數它有說明喔 工作機會一定要是一個星期大於35小時 代表它是全職的不是Part Time的 全職的話你就要幫他做薪資扣角 你還要提供員工的健康保險 然後呢再來的話你也不能說你故意拼僱了很多人 每個人都給一點點錢去達到這個工作數的這個標準 它也有要求你的薪資的金額是不能低於那個County的Average 好那再來的話呢是新墨西哥州 它是針對於你如果生產替代能源的產品的這些製造設備 它給你5%的這個稅收底面 等於跟剛剛講的45C有一點點類似 針對你的這個資本支出資本投入的部分 好然後呢這是一個條件 另外呢你還有要符合這個雇傭條件 也是看你的這個支出額 然後會去看說你需要聘雇多少位員工 那這個部分的話你只要是2006年之後的設備都可以適用 然後它的申請的流程它就比較細一點點啦 它是說我今年2023發生的費用 我要在明年底 明年底之前去提交一個申請書 申請書跟州政府講 州政府核准之後呢 在明年的稅務申報就是 2024年稅務申報的時候 一併提交這個表 你就可以在那個年度取得這個稅額抵減 然後直接抵扣當年的所得稅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針對今天就是我們講 跟IRA比較有關 還有跟州政府比較就是電動車有關的這個稅務抵減的部分 那想說剩下的時間 是不是我們就開放讓大家可以提一些問題 非常謝謝這個蔡董事精采的這個分享 那讓我們更認識美國IRA 降低空洪法案的相關規定 那我們線上的話已經有兩個提問 那我們就先就線上問題來請問董事 那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是併購美國的公司原投入設備費用 可以有抵稅優惠嗎 這個部分因為我們剛剛講到如果是45C的那個合格資產的話 它必須要是你有擴建有額外增加的 因為我們如果今天去併購一個美國公司 它的那些資產設備本來就已經在使用了 那就不符合我們這個所謂合格資產的規定 一定要是新投入的 所以去併購美國的公司工廠沒有問題 可是你要再額外投錢進去 再去買新的這些設備 才有辦法去申請這個稅務優惠 謝謝董事 那第二個線上的問題是 對於軟體平台開發廠商有稅務優惠嗎 軟體平台開發廠商 這個一般來講 就聯邦的層次來說 可能可以透過申請那個研發投底 就是R&D tax credit的部分去申請 這是聯邦層次 那州層次的話呢 可能會有一點點難度 這個要看那個州有沒有提出 比如說針對新的一些技術新的產品 給的一些可能grant 就是funding的部分 或者是因為軟體平台開發商 它比較不會有比較高額的資本投入 所以針對資本投入的test credit 比較拿不到 但是如果有增加在當州比較多的工作機會的話 這個是有機會可以申請到州政府的這個租稅優惠的 因為它會針對你增加當地 就是這個州或這個city 這個county它的這個就業人口 它也會有不同的租稅優惠來提供 那這個就會要看你的第一個人數 第二個是他們拿的薪資是多少 有沒有超過就是 州政府要求的那個薪資的水準 用這個部分來跟州政府申請 跟薪資稅裡面有關的租稅優惠 好 謝謝董事 那想請問現場是否有其他的提問 請舉手發言 謝謝 我是剛剛問那個第二個問題的那個軟體開發 那我們回到第27頁的地方 那如果這個軟體的平台 它是跟充電管理充電樁的管理 還有車電車在充電時那個管理這樣的一個平台的話 是不是可以併在這個 應該那這個部分因為州政府他有拿到資金 所以我們做的這個軟體平台 如果是跟這個充電站的這些數據 使用相關的 那就是它可以跟州政府去申請 用它的那個基金來採購我們的產品 好 謝謝 好 兩個法條之間有互次的關係嘛 45C跟48X 那我如果說我舉個例子 假設我們是一個電動巴士的製造廠 我生產整車我也販售整車 那我們也製造了這個Battery Module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也有Ellegible Felicity的情形下 那看起來是這個45C的部分 它時間會拉比較長 但是它30%的Tax Credit比較誘人嘛 但是我的交易我可能一直在發生 所以我是不是一樣 我自己生產我自己製造 但是這兩條我能不能 我還是必須折一嗎 應該是說以你剛剛舉的例子 如果我們現在製造這個 就是電磁Battery Module的部分 我們已經有出售了 出售給非關系人 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去使用的 我們出售的部分 依然可以去申請45X 但是我們在48C申請的時候 它可能會被扣掉 所以就是說我們要去選擇一個說 我們這個產品 或是我們製造產品的這個設施 我們只能折一個去用 不是說整個設備或整家公司 都只能選用一個 不過這個就是還是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因為48X是針對Elligible Felicity 就是說我採購了一些 符合它規範的一些設備設施 但是我生產出來的這些產品 它是著重在交易方面的 那是不是感覺 它還是兩個領域的東西 可是因為你48C生產出來的東西 你之後還是會出售嘛 對啊 所以它還是會有overlap的地方 除非你去申請48C的這些設施 跟你去那個45X的產品 是不同的設施 那你才有辦法去兩個東西 個別去做申請 所以我假設我簡單講就是說 假設我賣一台整車好了 我基本上還是只能選一個 來做申請 你如果賣整車 因為你是銷售 所以那個還是在45X裡面的範圖 所以如果這樣請一下是兩個是 就沒有互斥了 在這種情形下 可是那你的48C的這些設備 你是用來組成 它是同一套設備的話 是同一套設備 對啊是同一套設備 就是還是 你還是只能選一個 還是只能選一個 OK 對 好 謝謝 可是它是賣車 對 所以如果在這個合格零件裡面的話 如果你的部分已經有申請過45X了 它的部分是另外一塊的45X 那是分開 因為你的電池的部分 如果你的 假設說你是Battery Cell 你的Battery Cell賣給它 那它的Module裡面 就是用了你的Battery Cell 你申請35塊 它就只能申請10塊 那這些3塊 上面有一塊是Battery Cell 那是Battery Module 你知道嗎 對不對 那Battery Cell 那你每一塊都可以申請4X 是不是 嗯 依照申請表上面 看起來是這樣子的 不錯吧 對 那線上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 它說 請問稅務轉讓主要賣給誰 通常會有折價嗎 另外IRA想問 和過往的ITC PTC差異是什麼 它如果是稅務優惠賣的話 就是當然是他們 可能是相同產業 但是他自己沒有辦法 符合資格去申請這個Test Credit 可是他是有賺錢的 所以他必須要拿這個Test Credit 那有些 比如說我有很高的資本投入 我拿到Test Credit 但是我算一算 我每年根本都不用繳稅 因為我資本投入很多 我的折舊其實可以用很久 那這樣子我申請Credit 我就用不到 所以這樣子去做出售 然後後面的是 她想問ITC PTC的差異 ITC跟PTC 這個部分我可能現在 有點沒有辦法回覆 對 不好意思 好 那請問現場還有要提問的嗎 我們把握問蔡董事的機會 對 有 他還問 你說稅務轉讓 賣一些 我覺得這個是就是買賣雙方的去談 這個稅你要賣多少錢給他 因為有可能 就是這個是商業機制去談 他沒有去明定說 你的Test Credit你要賣多少錢 因為畢竟你是賣給非關係人 好 那只是說我的銷 就是我賣這個Credit的收入 對我賣方來說我不可睡 然後對買方來說 他不能做Deduct 是這樣子 那價格是雙方自己一定的 這個沒有什麼規定 謝謝董事 那請問現場還有其他提問嗎 想請問一下那州的那兩個 舉的例子 那兩個州的那個稅底 也可以carry over嗎 還是他只有當年度可以用 基本上你申請下來 如果沒用完的話 是可以carry over的 對 大部分的那個 申請下來的概念是這樣子 對 好 那今天大家分享就到這邊 然後其實台灣也跟大家分享 一個新的消息 就是台灣跟美國 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沒有看到新聞 有可能會簽類似租稅協定的部分 那這個其實對於 不管是台商到美國 或是美商來台灣投資 都是蠻好的機會 因為過往 以台商到美國投資來說 你在美國當地賺 市場很大賺了錢 你的盈餘都不敢會回台灣 因為過去的股力扣角是30% 好 非常高 大家寧願把錢都留在那邊一直囤 買房子啊 或是做其他的定存投資 也不願意會回來 好 那可是 如果我們有簽了這個法案 因為像財政部長 好像是前兩天 有去立法院質詢 那是說 蠻期待是明年六月前可以簽啦 如果簽下來的話 扣繳稅率會變成10% 10%其實對於台商來說 就很有誘意 因為我錢會回來 我雖然那邊被扣了10% 我台灣也要繳稅嘛 但是 我台灣公司稅率是20% 我其實 通常都還夠低 好 所以這樣也會讓這個 就是 台商到美國去營運 對於整個集團來說的整個金流 資金的安排 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才不會一堆錢卡在美國 也初不來也不知道他要做什麼 那所以就是有一些新的消息 也是跟大家分享 那後續如果有什麼 需要我這邊協助的地方 都可以再來跟我聯繫 謝謝 好 我們謝謝蔡董事精采的簡報 其分享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 就在這邊告一段落 不好意思再補充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Y媽協會呢 有一個台灣商品行銷中心 TPC這個專案 如果貴公司有興趣 要到印度、印尼、馬來西亞 開發市場的話 我們會有當地的專人 為你們做業務開發的服務 有興趣可以待會會後 跟我拿相關的資料 謝謝